第三步 表白对圣灵的信仰 我姓圣灵 我姓神圣的天主教会 我姓圣头相通 我姓罪得赦免 我姓身体复活 我姓容身 阿们 三位一体的神 基督徒必是认识父神 子和圣灵是同一个神 并表白对他们三则的信仰吗 是的 原因柔下 父神 子和圣灵 全部指导创世的事 将生命赐予人类 但父神是圣子的父 子成就了赦罪的行事 即他接受约翰的洗礼 和被钉在十字架上 把人类拯救出罪孽 圣灵为那些相信耶稣洗礼 和十字架上的血 成就了人类守罪工作的人 做见证 我们要做神完美的百姓 就必是制备对父神 子和圣灵 这般信仰 是因为父神 子和圣灵 创造了宇宙和我们 我们才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圣子才能将罪人 拯救出他们的罪孽 才是要成就 神的义的洗礼 和十字架上流血的工作 因为耶稣接受约翰的洗礼 并因此斩驾了天下的罪孽 他才担当了这些 我们理当承担的罪孽的惩罚 并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亡 这样做 那些信仰的人就能最终 从他们全部的罪孽中得救 这个真理很早就已经准备好了 它是水和圣灵福音的核心 只有当我们将这真理 应用到我们自己身上时 耶稣基督的守罪 才终于成了为我们而成就的工作 我们才能因性 从我们所有的罪孽中得救 如果我们缺乏对父神 子和圣灵的知识 那么我们就不能认识 这个宇宙是如何创造出来的 谁赐入我们生命 要不是圣子 我们也不会知道拯救的道 既我们如何斩价我们的罪孽 也不知道我们从罪孽中得救的基础 但如果没有圣灵做见证 那么无论准备了多么宽广的 拯救之道 这个真理就如同天上的献饼 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因此我们无赖什么时候表白 对使头信经的信仰 必是要考虑到创造我们 和赐入我们生命的父神 子和圣灵 我们必是坚守我们的信仰 相信这三个独立的人 就是我们的神 这个真理 圣灵神 圣灵神不仅仅是一种能力 而且也有性格 圣灵在西伯来语中 为Rovach Quadush 在希腊语中是Pilmahagus 是三位一体中的第三人 使头信经简洁地表白了 对圣灵的信仰 只是说我信仰圣灵 重要的是圣头必是政策了解 谁是圣灵 什么是他的工作 我们还要知道圣灵的礼物 我们将在本章后面的部分讨论 当我们表示信仰圣灵时 在我们思考他 荣有的母先神秘能力之前 必是首先特别关注这样的事实 只有当我们信仰 父神和子的工作时 才能领树圣灵 使得基督徒都有一种倾向 他们认为无论什么时候都能接受圣灵 只要他们施药 就能频繁地接受圣灵 但这只是一种绝对错误的思想 我们必须认识到圣灵不是一位天使 他是神 我们必须拜他和赞美他 因此当我们信仰父神和子的工作时 我们就能领树圣灵 圣灵神做什么 那么圣灵神做什么呢 首先圣灵参与父神和子领导的形式 圣灵参与被父神预告的创造工作和天意 不仅如此 他作为见证人还参与了由圣子实现的拯救工作 这表明由耶稣成就的守罪形式 使用于每个圣徒 我们怎么能接受圣灵的洗礼呢 要理解什么是圣灵的洗礼 我们是要首先理解 耶稣为什么要接受约翰的洗礼 和在十字架上死亡 正如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说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每个人天生为罪人 在神面前只能犯罪 根据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 罪的公价是死亡 因此 作为罪的公价 每个人都不可避免 只能接受死亡的惩罚 但热爱人类的父神 准备了一种清洗 审判和将我们拯救出罪孽的方法 这一切都依靠耶稣 父神差遣他唯一的亲儿子耶稣 借他的洗礼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把我们自己本该领受的惩罚 都倾倒在耶稣身上 耶稣代替我们担当了我们罪孽 受负惩罚而死 但是本来没有缺陷 成杰和公义的耶稣战胜死亡 赢得了胜利 换句话说 他从死亡中复活了 那么耶稣成就的这些受罪工作 如何联系到人类的呢 信仰他的工作 意味着我们领受所有罪孽的得赦 耶稣在约旦河接受约翰的洗礼 担当了人类所有的罪孽 接受所有的惩罚 他在十字架上受难 刺入我们罪孽的赦免 当我们相信耶稣接受约翰的洗礼 替我们担当了我们自己的罪的惩罚而死去 那么神的义就在我们心中实现了 此外 耶稣的义已经全给我们 作为我们自己的义 我们披戴在这个义里 因此我们在神面前被视为完美的义人 成为他的子女 享受冗生 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七节说 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死披带基督了 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说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 反得冗生 就像这节经文说的一样 当我们相信我们所有罪孽都借耶稣接受约翰的洗礼 斩驾到他身上 并相信他在十字架上受惩罚那一刻 我们就成了义人 洗礼这个词有首种意思 一种是清洗罪孽 另一种是联合 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受圣灵的洗 就是要知道和相信圣子耶稣 用什么方法解决了罪人过犯的问题 我们因这信仰而领受圣灵的洗礼 圣灵已经走进我们的心中 支柱和联合我们 这意味着我们已经信仰耶稣的洗礼 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三自十七节的经文 充分地描写了圣灵的形式 耶稣说 他受约翰的洗 是要借着接受约翰的洗礼 实现神诸般的义 因此要接受圣灵 我们就必须首先相信 耶稣借着约翰的洗 斩驾了人类所有的罪孽 我们就是这样和圣灵联合的 圣经还告诉我们说 我们因信赦罪的恩典而领受圣灵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和流血 是因为他已经借洗礼 担当了人力 斩驾到他身上的全部罪孽 那些已经借着耶稣洗礼 和十字架上的血 清洗罪孽的人 在内心有了圣灵的支柱 这从耶稣和尼戈底流之间的谈话中 可以看出来 耶稣对前来看他的尼戈底流说 只有那些重生的人能进入神的国 重生的意思 只因罪而死的灵魂 现在已经得重生 能分享天国里的冗生 尼戈底流在听说重生的真理时 不能理解其中的意思 于是就问耶稣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这时耶稣回答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 就不能进神的国 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 只有那些相信耶稣的形式 已经消除我们所有的罪孽 甚至我们罪孽根源的人 才能重新获得新生 这美妙的工作 在他受洗并在十字架上死亡时 就已经实现了 我们相信时 圣灵支助我们 他不需要人力的任何努力 工作 成就 或者品质 我们是要这种信仰 相信只有耶稣的洗礼 及其在十字架上的死亡 已经清洗了 人力罪孽的这个真理 我们是要注意 耶稣与尼戈底流的谈话中 后来所说的话 耶稣强调道的重要性 必是使我们重生于 水和圣灵的福音 圣灵重生的形式 使我们的灵魂重生 即圣灵的洗礼 不但是发生在 个人心灵最深处的展变 而且也是极其奥秘的形式 为此 靠我们自己的理智或者良心 无法认清全教的本身 我们能知道的是 领受圣灵的洗礼和 社税同时到来 当我们信仰耶稣的洗礼 和十字架上的血 就能在心中领树 我们认识到 当我们领树了圣灵的礼物时 就成了神的子女 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 谁是圣灵 圣灵指在神当中的第三人 三位一体的信仰 是最基本和核心的信仰 我们靠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 就都能认识和理解这个真理 为什么呢 原因柔下 第一 因为这人是创造物 而神是无法触及的神 神创造了浩瀚的宇宙 和整个人类 因此 只有靠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 领受一切罪孽得赦 我们才能认识 三位一体的真理 第二 因为他们的过犯 人的心因罪孽而暗淡无光 就像镜子树污圆 而什么东西也看不见一样 这人的眼睛 看不见三位一体的神 已经做的事情 第三 没有圣灵的启迪 我们不知道神的心 多么的深邃 圣灵见证神的道死真理 约翰福音16章13节 因此 圣灵能使我们知道 什么是水和圣灵的真理 因为他自己是神 具有完全的品格 有知识 感情和意志 他只坐在那些信仰神 写成文字的道德人心中 并和他们一同工作 因此我们必须拜他 信赖他 爱他 和顺从他 什么是圣灵的主要工作 圣灵从事 一致圣头心灵的工作 使他们信仰 水和圣灵的福音 而领受罪孽得赦 圣灵根支 我们对成文真理之道的信仰 而在我们心中工作 第一 他见证神的道是正确的 圣灵确保那些信仰耶稣洗礼的道 和十字架的人的心 因此 当一个人信仰耶稣的洗礼和十字架的血时 那个认同他的信仰的神 就是圣灵神 圣灵在那些坚信写成文字的道德人当中工作 圣灵赞同那些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人的信仰 换句话说 他确保那些人相信耶稣降临到这个地球上 借他的洗礼和血清洗了天下人的罪孽 第二 圣灵和义人在一起 让他们向罪人见证水和圣灵的福音 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六章八子九节中说 他既来了 就要叫世人为罪 为义 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 为罪 是因为他们不信我 圣灵再次保证水和圣灵的福音在义人的心里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 他见证了主已经做的事情 他让我们知道耶稣降临到这个地球上 借着洗礼涨嫁了天下的罪孽 并在十字架上死亡 他要我们信仰这些事 第三 他使我们信仰神并呼唤他的名 圣灵让一人祈祷 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说 你们所述的不是罗普的心 人就害怕 所述的乃是儿子的心 因此我们呼叫阿爸 父 圣灵让圣徒称呼和信仰神为阿爸 我的父 第四 圣灵使我们用祂赐于我们的礼物工作 祂使我们能用祂的能力 做神的义的工作 哥林都前书十五章第十节说 然而 我今日成了何等人 是蒙神的恩才成的 并且祂所赐我的恩 不是偷然的 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 这原不是我 乃是神的恩典与我同在 第五 圣灵指引我们直到我们进入天堂 圣灵使一人能保持他们的信仰 直至他们到达主的国 并仍然做他们的师父 关于圣灵的步道之一 我们如何能接受圣灵呢 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七至三十九节 节期的墨玉就是最大之玉 耶稣站着高声说 人肉渴啦 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 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耶稣这话 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 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 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领受圣灵对于基督徒 是一次单独的经历吗 使徒基督徒认为 信仰耶稣和领受圣灵是两码事 所以他们努力接受圣灵 在耶稣里的大多数信徒 都深陷在混乱的泥潭中 神多么失意啊 他们避免如此混乱的唯一方法 就是明确地认识 水和圣灵的福音并信仰他 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八节中说 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 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此足就如经上所说 意思是无赖水 只要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 就能领受圣灵 谁相信耶稣基督借水和圣灵 降临到这个地球上 并且已经把罪人拯救出他们的过犯 圣灵就支住在他的心中 谁知道和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 那么圣灵就像一条江河一样 在他的心中流淌 耶稣说 任何口干的人都应到他那里去喝水 心里有圣灵像江河一样流淌的人 确实借水和圣灵福音的信仰 领受了美妙的赐福 同样 就如经上所说 圣灵降临那些信仰耶稣的人 不是一次单独的经历 有些人真诚地去确乏领受圣灵 他们相信只要自己热情和盲目地祈祷 圣灵就会降临到他们身上 但是 这样的信仰和那种耶稣赐于我们 并且能使我们领受圣灵的福音没有任何关系 有些人认为即使自己拒绝或者获释水和圣灵的福音 也能领受主赐于的圣灵 但这并非真理 不信仰耶稣赐于的水和圣灵福音 我们就不能获得神的圣灵 我们不能像买东西那样用钱买到 只有当我们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时 圣灵才会作为礼物来到我们 为什么即使信仰耶稣 百姓在他们的心里仍然没有圣灵的内住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于 主赐于的水和圣灵的福音里 基督教已变得如此黑暗 其原因就在于使徒人误解了圣灵 正如使徒行战第二章中所描述的那样 认为圣灵会在武训节降临到使徒 他们大多数人认为 使徒靠真诚的祈祷能获得圣灵的充满 即使耶稣没有把圣灵赐于那些有罪的人 仍然有使徒人坚持他们的固执 如果那些不知道水和圣灵福音的人 渴求圣灵 但坚持他们自己的固执 那么那些自称耶稣的魔鬼就会降临他们 他们最终会变成被这些恶灵着母的狂热者 所以百姓不能凭着自己的固执强行接受圣灵 没有领受罪孽得色的人 请求圣灵是极其危险的做法 我们必须认识到 这就好像要求不可能得到的东西 圣经说那些领受罪孽得色的人权柄很大 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二十三节中说 你们赦免谁的罪 谁的罪就赦免了 你们留下谁的罪 谁的罪就留下了 因此这些权柄赐于那些已经领受圣灵的人 他们的权柄很大 他们的责任也很大 耶稣告诉彼得 我把上天堂的钥匙给了你 这正是那些靠死和圣灵福音领受罪孽得色则的权柄 那些因信仰死和圣灵福音 而在他们内心领受罪孽得色和圣灵的人 权柄确实奇妙 他们有权引导百姓走在通向天堂的道上 也有权引导他们下地狱 因此如果圣灵不向罪人全部赦罪的福音 让其圣其自圆 那么他们就成了让罪人走向毁灭的人 饶恕百姓罪孽的权柄就是这样赐圣灵的 我们感谢神指导我们获得水和圣灵的福音 使我们能领受圣灵 我们因为相信耶稣的洗礼和十字架上的血 作为我们的血罪而已经领受了圣灵 随和圣灵的福音是唯一正确的福音 能使百姓获得圣灵 关于圣灵的不道之二 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 使徒行证十九章一子七节 亚布罗在哥林多的时候 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 就来到以弗所 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 问他们说 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 他们回答说 没有 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的 保罗说 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 他们说 是约翰的洗 保罗说 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 告诉百姓当信 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 他们听见这话 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 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 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 他们就说方言 又说预言 一共约有十二个人 当你信的时候 你受了圣灵了吗 即使对于基督徒来说 这个问题也非常的陌生 使徒保罗问上述耶稣里的信头 他们是否在最初信的时候 领受了圣灵 然后又向他们见证 信耶稣 却没有领受圣灵的他们 如何能接受圣灵 在上述经文中 保罗再次见证了 耶稣洗礼的能力 从而更新了他们的信仰 亚波罗在哥林都的时候 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的地方 就来到了以弗所 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 问他们说 你们信的时候 受了圣灵没有 以弗所教会的信徒 完全不知道 当他们信耶稣的时候 接受了圣灵 保罗问他们说 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 他们回答说 是约翰的洗 换句话说 保罗问信徒 你们在信耶稣的时候 领受了圣灵了吗 这就是保罗和普通基督徒 之间的不同之处 也是那些知道和不知道 耶稣洗礼奥秘的人 之间的差异 对于信仰耶稣时 所接受的圣灵 以弗所教会的信徒说 没有 也未曾听见 有圣灵赐下来 他们这样说的意思是 我们连听都没有听过 怎么可能接受圣灵呢 对于他们这些 不知道耶稣 所受洗礼奥秘的人来说 接受圣灵的真理 是完全新鲜的事 他们应当知道 和信仰耶稣受的洗 听到他们只受约翰的洗礼 保罗解释了耶稣的洗礼 和圣灵之间的关系 因此 他们再次相信 耶稣基督受洗的意思 同样 信他并同时知道 耶稣接受约翰洗礼的意思 和信他却没有这方面知识 只有天壤之别 那么 什么是约翰给百姓的洗呢 约翰告诉百姓要悔改 这意味着他告诉他们 要远离他们的罪而归于神 约翰给百姓的洗 仅仅是一种悔改的洗 他要百姓悔改 但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三章 十三字十七节中 接受约翰的洗 是要成就神诸般的义 因此 他不同于约翰悔改的洗礼 耶稣从约翰那里接受的洗礼 是涨价人的一切罪孽的洗礼 因此 他们的信仰不同于保罗的信仰 因为他们接受的洗礼 却不知道真理的整个画面 那么 成就神诸般的义的洗礼 是什么意思呢 他的意思是说 耶稣受洗 涨价了人类所有的罪孽 包括从亚道的罪孽 到人类历史终结时 最后一个人的罪孽 马太福音第三章 十五至十六节中说 耶稣回答说 你暂且使我 因为我们理当这样 敬诸般的义 于是约翰使了他 神的义 能靠相信 耶稣接受的洗礼 和十字架上的血的信仰而获得 那么我们为什么必须 以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呢 是因为我们心中相信耶稣 已经借着约翰的洗礼 把天下所有的罪孽都 涨价到他自己身上了 因此心里 因信仰耶稣基督的洗礼 和十字架上的血 而得赦他们所有罪孽的人 必是再次因信领受 水的洗礼 为什么呢 因为靠信仰他的洗礼 他们心中一切的罪孽 现在都已经完全被清洗 他们因此成了无罪的人 正因如此 保罗才再次向那些 没有领受圣灵的人 解释耶稣的洗礼 全能 圣灵和充足信心的福音 耶稣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就信我吧 我是救世主 如果你信 那么你所有的罪孽都会消失 他受洗 实际上也老容易地担当了天下每个人的罪孽 把这些罪孽 斩驾到他自己身上 耶稣实际上接受了约翰的洗礼 他这样做 事实上就把天下的罪孽 斩驾到他自己身上 走向十字架 并担当了罪的惩罚 他在十字架上受到的折磨 使他内心流血 三天后他从死亡中复活 他凭他的洗礼和血 消除了天下一切的罪孽 而且他又把圣灵作为礼物 赐予那些相信他的人 耶稣是清除天下罪孽的救世主 他已经赐予我们 水合圣灵的福音 使我们能接受罪孽的赦免 换句话说 耶稣基督的洗礼和十字架上的血 已经使那些信仰的人领受了圣灵 为将罪人拯救出罪孽 耶稣实际上通过女人的身体 降临到这个世界上 在三十岁时 他确实借着洗礼 把人类所有的罪孽 都斩驾到他自己身上了 是因为这样 他才在背负天下罪孽的同时 被钉在十字架上 并把热蛇洒向大地 耶稣又从死亡中复活 成了我们这些信仰他的人的救世主 你信这个真理吗 这个真理不是有点不同于 你们的信仰呢 他们之间有明确的吃风 正因如此 你从现在开始 就必失信仰水合圣灵的福音 这细微的差别 折定百姓能不能领受罪的赦免和圣灵 水合圣灵的福音不在乎语言 事实上在乎全能的降临 我们还能更多说些什么呢 当耶稣借他的洗礼 把天下的罪孽都斩驾到他身上 在十字架上被定罪 并从死亡中复活时 我们只能相信 当万能的耶稣借他的洗礼 一次性清洗天下所有的罪孽时 当他流血时 我们是不是仅仅靠遵循 渐进式圣化的教义 就成了义人呢 不是 真福音是水合圣灵的福音 在我日到水合圣灵的福音之前 即当我只信仰耶稣的血时 所谓的福音只是一个空洞的故事 但是 当我信仰水合圣灵的真福音时 从此以后 我心中的福音就已经赐我 极大的信心和能力 保罗还说 我们的福音全到你们那里 不独在乎言语 也在乎全能和圣灵 并充足的信心 贴撒鲁尼加前书第一章第五节 当你信使 恕圣灵了吗 当你信仰水合圣灵的福音时 你将领恕圣灵 关于圣灵的不道之三 做使徒的基本条件 使徒行卷第一章四字八节 耶稣和他们至极的时候 嘱咐他们说 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要等候父祖应使的 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 约翰斯用水施洗 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他们至极的时候问耶稣说 主啊 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 耶稣对他们说 父凭着自己的权柄锁定的时候 预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级 做我的见证 在神的拯救计划里 耶稣的行事是绝对失要的 这些行事的内容就是 耶稣接受约翰的洗礼 他担当天下的罪 在十字架上死亡并复活 在神和我们之间有一个应许 那就是他将把圣灵作为礼物 赐给那些信仰这个真理的人 神赐于那些 最已经得饶受的人的圣灵 是礼物 这礼物只能允使那些 按神设置的条件 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人 使徒行战第一章第四节说 耶稣和他们至极的时候 嘱咐他们说 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要等候父所应试的 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 耶稣吩咐使徒说 要领受被应试的圣灵 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而要等待 耶路撒冷是指精神上的神的教会 这里全播洗和圣灵的福音 因此 神吩咐耶路撒冷教会的圣徒 要留在教会里接受圣灵 圣灵是重生的礼物 使徒即使听主的应试 他会送圣灵给他们 使徒行战第一章第五节说 约翰斯用水施洗 但不多给予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我们必须认识到圣经告诉我们 那些已经领受圣灵的人的信仰 不是他们自己的行动或行为的结果 而是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结果 使徒行战第二章三十八节 第三章十九节 换句话说 我们能否接受圣灵 绝对取决于神已经定下的应试 而不是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努力 或者任何精神上的成就 根治四部福音的记载 圣灵不可避免地会来到那些 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人 神的圣灵是云使给那些 信仰耶稣赐予受罪的人的礼物 我们可以用圣经里使徒词语 重生圣灵会降临到那些 信仰耶稣洗礼及其血的福音的人 在圣经里领受圣灵的 是那些信仰水和圣灵福音 作为他们守罪的人 但从上述经文里 我们可以看出圣灵的能力 不是为了入体 而是为了世界的全教事业 你们当作我的见证 换句话说 圣灵内置的目的是 让我们做耶稣的见证人 我们做祂的见证人 意思是说 成为祂的工人 在余生全播水和圣灵的福音 圣灵已经属于圣灵 他们是祂的仆人 圣灵与水和血的福音一起工作 这是真福音的能力 如果我们仔细看一下 《使头行传》第二章 关于第一次五顺节的描述 我们能发现 圣灵的门头的洗礼 就是让他们全播耶稣赐予的 水和圣灵的福音 关于圣灵的形式 祂降临的目的 就在于全播水和圣灵的福音 说到五顺节 我们一般会把它和混乱联系在一起 圣灵一降临就释放出来 在今天的时代里 我们把它与人人 躺在地上的智慧联系在一起 借口当他们接受圣灵时 就会被圣灵充满 平直的仰窝和主交往属天 不由自主地飘动和摇晃 他们的手好像触电似的 但这都不是圣灵的工作 圣灵不会这样工作 他们只能以神的道工作 在神的道里工作 特别是以水和圣灵的福音工作 你相信能使你们接受圣灵的 水和圣灵的福音吗 还是你仍在寻找人为的方法 去接受圣灵呢 当百姓通过悔改的祈祷 悔改他们的罪孽时 或者当他们抛弃自己的偶像 圣灵会来到吗 我们能靠祈祷领受圣灵吗 真正能使我们接受圣灵的东西 使借耶稣的洗礼和血而来的福音 除了认识耶稣洗礼和血的福音 既这种允使我们领受 神所赐圣灵的福音 并在我们心里信仰和接受这福音以外 没有别的方法 在五圣节上 圣灵的降临 是通过先居约尔预言的道而实现的 约尔书第二章二十九节 神把圣灵赐予那些在这个时代 信仰洗和圣灵福音的人 圣灵降临到那些信仰着福音的人 相信这福音借着耶稣的洗礼 祂在十字架上的血 祂的死亡和复活 当你信仰着洗和血的福音时 你也肯定会领受圣灵的礼物 耶稣的门头相信什么样的福音呢 门头是那些信仰耶稣接受的洗礼和流血 而拯救罪人的人 为什么呢 其原因在《使徒行战》第一章 二十一子二十六节中 有详尽的描写 当使徒们选择另外一位使徒代替优大使 他们选择了信仰耶稣借以涨嫁人类 所有罪孽的洗礼的人 换句话说 信仰耶稣的洗礼 是信仰被选择补充为使徒的最重要条件 当然 他们必是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 已经成了罪人们的救世主这个真理 这里 我们知道使徒的信仰 简短地说 耶稣的门徒相信他公开的行事 他洗礼 被钉 在十字架上死亡和复活 同样 我们要做使徒就必是信仰耶稣 借以涨嫁天下罪孽的洗礼 在这末日时代要成为他的门徒 我们也必是信仰洗和圣灵的真理 如果百姓忽视耶稣公开行事的任何一个因素 他的神性 他介意涨嫁罪人过犯的洗礼 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五节 他在十字架上的流血 以及他的死亡和复活 那么他们就不能成为他的门徒 你是不是信仰耶稣 却获释了他的洗礼呢 那么你就不能领受罪孽得赦 而相反会作为罪人而毁灭 我们大家要成为耶稣的门徒 我们就必是信仰他接受的洗礼 和十字架上的血 对于那些和神的使头一样 若有真理同样知识的人来说 他已经用圣灵充满了他们 同样 当我们信仰耶稣接受约翰的洗礼 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亡 以及他的复活时 我们也能领受圣灵 圣灵在五顺节上降临之前 门头一直十分的远弱和胆怯 但当神像对先知约翰应使的那样 把圣灵倾倒给他们时 他们大家就都坚强和大胆地 向公众全播 随合圣灵的福音了 关于圣灵的步道之四 圣灵什么时候来临 使头行战第二章 一字四节 五顺节到了 门头都聚集在一处 忽然 从天上有响声下来 好像一阵大风吹过 充满了他们所作的屋子 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 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 说起别国的话来 圣灵什么时候降临到这个地球山 现在我想解释一下 圣灵是如何来到百姓的 使头行战第二章的经文 告诉我们 圣灵在五顺节降临信头 这是不是意味着那些已经领受圣灵的人 获得了圣灵更多的充满呢 我们必须首先弄明白这一点 有些人认为 在信仰耶稣后 我们必须再次领受圣灵 如《石头行战》第二章中所描写的现象 我们必须思考这个主张 解释这样的说法是多么的荒唐 事实上 有这种主张的人并不知道 在圣经里所揭示出来的真理 我们接受的圣灵是与我们信仰耶稣时 领受的守罪同时发生的礼物 《石头行战》第二章三十八节 我们何以单独接受圣灵 明显背弃我们这一出信仰耶稣的时光呢? 这种信仰不是正确的信仰 即使现在 有十多人尽管信仰耶稣死他们的救世主 然而还没有领受这种 能把他们心灵清洗的 洁白柔学的赦罪 这些人是罪人 因此圣灵不能支咒他们 你必须认识到 这样信仰耶稣的人 对他的信仰是徒劳无益的 你还必须认识到 圣灵降临那些只在真福音里信仰耶稣 并重生的人 圣灵在耶稣复活后 才被拆遣到这个地球上 当耶稣在新约时代 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时 圣灵还没有降临信徒 耶稣说 结起的墨玉就是最大之玉 耶稣站着高声说 人入渴了 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 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约翰福音第七章37-38节 使徒约翰明确的解释说 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 要受圣灵说的 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 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约翰福音第七章39节 因此只有在耶稣圣天后 他才像他应使的那样 差遣圣灵 约翰福音16章第七节 使徒行占第一章四至五节 支持这种解释 耶稣和他们至极的时候 嘱咐他们说 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要等候父所应许的 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 约翰斯用水施洗 但不多几遇 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圣灵直到早期教会时期的 第一个五瞬节 才来到这个地球上 才走进信徒的心里 此话不假 那么耶稣把圣灵给了谁呢 他把圣灵给了那些 信仰他洗礼和十字架上血的人 因为这个真理是受罪的真理 耶稣只把圣灵赐给了信仰 洗合圣灵福音的圣头和使头 圣灵是神的神圣的灵 圣这个字的意思是 和罪分离 因此圣灵不可能 只住在罪人的心里 耶稣的门头是 耶稣生活在地球上时 那些跟随他和听他话的人 他们信仰耶稣 是他们自己的救世主 和借洗礼 与在十字架上死亡 清洗了他们全部罪孽的主 那些门头听到 耶稣在复活后 出现在他们面前时 告诉他们所有的话 你们当受圣灵的洗 他们相信当耶稣 作为他们的救世主 降临到地球上和受洗时 他们一切的罪孽 都被斩驾到耶稣身上了 因为耶稣是他们的救世主 他受洗 担当了天下的罪孽 被钉在十字架上和死亡 从而完美地 把他们拯救出所有的罪孽 那些和门头一样 信仰水合圣灵福音的人 就已经领受了圣灵的礼物 我们领受圣灵 是信仰水合圣灵福音的结果 人力靠信仰水合圣灵的福音 就能领受圣灵 换句话说 圣灵是神的礼物 只赐那些罪孽已得饶恕的人 让我们暂且假设 我有一副太阳镜 现在要作为礼物送人 说 好好享受这个手架 这只是列表你对我帮助的感谢 如果这个人对我说 我现在只有十美元 你拿去吧 这一切是什么意思呢 这意味着太阳镜不是礼物 而是他刚刚买来的商品 礼物是百百改余的东西 百分之百的免费 如果你为此支付了任何代价 无论这个代价多么小 那么他就不算礼物了 因为圣灵只赐那些 已经领受罪孽得赦的人 百姓因信仰耶稣 他们的罪孽就从他们心里消失了 那时神的圣灵就同时自动的进入他们的心里 简短的说 圣灵赐那些重生 又同时真正信仰 水和圣灵福音的人 耶稣已经完美的拯救那些相信他 在受洗时 把我们毕生全部罪孽都斩架到他自己身上 相信他肩负我们所有罪孽和人类一切世俗罪孽 从而担当罪孽的所有惩罚 并被钉死十字架上的人 圣灵作为礼物赐予那些信仰耶稣基督的人 因为神的圣灵是赐予那些 已经领受罪孽得赦的人的礼物 百姓因做的一切仅仅是接受他 因为圣灵是赐予那些 已经领受罪孽得赦的圣头的礼物 他只住在圣头的心里 那些心里有圣灵的人 成了他们赦罪之道的见证人 圣灵降临时 没有发热和触电的感觉 他也不带感情 圣灵降临 也不像受魔法招化的魔鬼一样 完全的忘我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又由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 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 你们有些人或时会认为 圣灵降临时会产生某种感觉 但是你们必须知道 这样的经历和圣灵没有关系 而只是着母的迹象 某个神学院里有一位教授 曾称当圣灵降临时 他借通电的手降临 但是这并不是真正的圣灵降临 因此你必须认识到 如果有一种灵这样来到你 那么它不是圣灵 有些人把魔鬼的降临 误以为是圣灵 他们误解和误信 这些魔鬼就是圣灵 当魔鬼降临时 百姓可以感觉到他们 但是圣灵是感觉不到的 当我们信仰 随合圣灵的福音知道时 圣灵就静悄悄地降临我们 连同我们的赦罪 今天的基督徒中 绝大多数都没有重生于 死和圣灵的福音 尽管他们在某种程度上 信仰耶稣 他们在这一周 信仰耶稣后的几年 甚至多年 仍想方设法接受圣灵 但是你必须要认识到 信耶稣后 单独领受罪孽得色和圣灵 是错误的 为了在信耶稣后 单独领受圣灵 他们上三祈祷 在教会里做各种洒事 喊叫 嚎啕大哭 这些都是着母的征兆 当我们信耶稣时 如果不能一次性领受罪孽得色 那么我们以后不能单独领受圣灵 如果百姓想在以后单独领受圣灵 而没有色和圣灵的福音 那么相反他们就会着母 百姓经常去这些地方做祈祷 以圣经为基础的健全的信仰生活 我们必是信仰 那样水和圣灵的福音 首先必是因信真福音 而领受一切罪孽得色 那样你才能接受圣灵的礼物 当耶稣已经借他的水和血 清洗了我们在天下的罪孽 如果你仍然无视这个事实 而只是真诚地祈求接受圣灵 那么你最终就会被魔鬼俘获 百姓误解拉西和圣灵的福音 仅仅相信耶稣 只借着十字架上的血 已经清洗他们的罪孽 如果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亡 却没有首先借他的洗礼 担当我们斩驾到他身上的一切罪 那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旧约和新约非常相符 在旧约里 罪孽通过在献祭动物头上按手斩驾 同样 神使耶稣接受约翰的洗礼 斩驾了天下的罪孽 假如约翰没有借洗礼 把天下的罪孽 斩驾到耶稣身上 这些罪孽仍然像从前一样 即使直到现在 正是这个道理 耶稣基督像旧约里的按手一样 只得在被钉之前借约翰的洗礼 担当了人类的罪孽 是因为耶稣基督输了约翰的洗 他才走向十字架 留学牺牲 每个人都必是信仰耶稣 他借洗礼和学 清洗了天下的罪孽 他必是因此得赦 他的所有罪孽 只有当一个人的罪孽得赦时 他才能领受圣灵 如果某人既是信仰耶稣 但在他的心里仍然有罪 那么圣灵就不能支住在这个人的心里 只有当我们拥有神的意识 才能领受圣灵 赦罪和圣灵不能单独领受 那些忽视这点的人不知全部的真理 于是他们就上祈祷房或者其他地方 斋戒和祈祷 如果他们因为太失入而无法完成斋戒 又会怎么做呢 他们就会想到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斩架了他们的饥饿 自言自语地说 与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相比 我的饥饿算不了什么 使得人都拼命地想单独领受圣灵 而在过信仰生活时 内心的罪孽却丝毫未被斩架 你必须明确了解的是 斋戒实质上并不是重要的东西 正正重要的是 认识和信仰神赐予得 死和圣灵的福音 并应信使你所有的罪孽得赦 神希望你知道并信仰死和圣灵的福音 而不是热忱的祈祷和斋戒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赐福你的东西 如果某人祈祷 主啊 赐我圣灵 那么即使他心里依然有罪 圣灵也会降临这个人吗 神圣的圣灵怎么可能 支住在罪人的心里呢 只有魔鬼支住在这些罪人的心里 魔鬼把罪人的心视为他们的污 而圣灵的殿就在那些 已经因信死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血 而领受罪孽得赦的人心里 并永远支住在他们心里 关于圣灵的不道之物 圣灵的行事 约翰福音16章5字11节 现今我往差我来的富那里去 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 你往哪里去 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 你们就满心忧愁 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 我去是与你们有意的 我若不去 宝慧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 我若去就差他来 他寄来了 就要叫世人为罪 为义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 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 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 你们就不再见我 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 让我考察一下圣灵 来到这个地球上时要做的事情 首先圣灵叫世人为罪 上述经文告诉我们圣灵叫世人为罪 换句话说圣灵定罪那些有罪的人 把他们引向地狱 这罪就是不相信耶稣已入身降临到这个世界上 接受约翰的洗礼 一次性斩加人类的罪孽 这一切都是为了拯救罪人的事实 神借耶稣基督的洗礼和十字架的血 叫人类的罪孽被定罪 从而把你我拯救出我们的罪孽和惩罚 从而使我们无罪了 圣灵叫不信这个真理的人为罪 是圣灵见证了这个事实 不相信耶稣赐我们的水和血的拯救 就是走向地狱的犯罪 也是圣灵用应封了重生者 你是我的子女 所以我们才称神为阿爸、父 是因为我们已经无罪了 我们才称圣洁的神为我们的父 第二,圣灵叫世人为神的义 耶稣在上述经文中说 唯一是因我往父那里去 你们就不再见我 耶稣自己就是神的义 神的义靠耶稣的洗礼和血成就 耶稣基督降临到这个地球上 担当了人类所有的罪孽 受洗 把天下的罪孽背负到十字架上 流血而死 从而完美地收回了这些罪孽 圣灵见证耶稣已经借他的洗礼和血 拯救了我们 因此 圣灵告诉我们 不信耶稣就是把百姓 引向地狱的犯罪 使你已经领受罪孽得赦的 即 神已经借着洗礼和血拯救了你 正是神的义 第三 圣灵叫世人为审判 耶稣在上述经文中 既是说 为审判 是因这个世界的王受了审判 圣灵见证耶稣基督 用他完美的义 他的洗礼和十字架上的血 审判魔鬼 魔鬼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 正因如此 他们才密魔钉死耶稣 这正是撒旦的工作 撒旦认为杀死耶稣 就意味着他的胜利 因此 撒旦煽动百姓钉死耶稣 耶稣就这样被钉死了 他的心在流血 每当耶稣的心跳动 鲜血就冲他的血管里流出来 就在死亡之前 他大喊口渴 把醋放进嘴里 高声喊叫 成了 然后就死了 三天后 他从死亡中复活 圣灵的工作 通过洗合圣灵佛音的义 体现出来 不幸的是 现在靠圣灵见证之道的工作 而领受罪孽得赦的人 还不多 为什么呢 因为百姓已经受魔鬼工作的欺骗 因此 他们不能重生 而接受了魔鬼的灵 并误信为耶稣的圣灵 耶稣降临于世 受洗 在十字架上死亡 并从死亡中复活 从而拯救了我们 这意味着他已经使我们成为了义人 将会把我们带入天堂 这就是圣灵所见证的东西 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人 在信耶稣十年 二十年 甚至五十年后 依然是罪人 心里有罪 我们甚至发现 有些人信仰的时间越长 他们受罪的束缚就越多 他们接受了魔鬼的能力 错误地认为说方言就是圣灵 这其实是一些无法理解的乱语 和一些惊乱的经历 但这些不是圣灵的礼物 而是魔鬼的礼物 换句话说 基督徒着了魔 不能辨别什么是圣灵的工作 什么是魔鬼的工作 着魔的特点包括抽筋 说一些不能理解的话 眼睛翻白身体动摇 厚颜无耻地 做出一些非人性的指动 撒旦的工作 让百姓顾上一种 极不仁性的信仰生活 不靠智力 而只靠情感和意志 相比较 圣灵的工作通过 见证何为罪 何为义 何为神的拯救 何为他的审判 我们必实靠哪种福音 才能得救 谁会背叛下地狱呢 什么是你从罪孽中 得救的证知呢 你因信神写成文字的 真理之道而得救了 是因为神的道在你心中 你才从一切的罪孽中 得救了 但有太多的基督徒 不能接受这个政策 和美丽的福音 因为从前他们的思想里 装满了 实实多多 错误的教义 因为他们就像客传里 已经没有房间 容纳 身怀耶稣的 玛利亚一样 这些人必实 首先清空他们的心灵 接受耶稣 并坚持和信仰 神写成文字的道 我们必实坚持和信仰 谁和圣灵福音之道 还有耶稣基督会降临我们 拯救我们的应许 我们就是这样 永远从罪孽得救 并得到圣灵的认可 圣灵神只住在那些 因信耶稣而无罪的人心里 我们已经领受罪孽得赦 但我们只能再次犯罪 当然我们犯罪不是出于自己的意志 而是出于我们的软弱 三天不尽时 没有人能抵御偷盗的引诱 同样我们只能始终犯罪 但我们依然说 因为心里有神的道 我们已经领受罪孽得赦了 正是这个原因 彼得前书第三章21节才说 这谁所表明的洗礼 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 也拯救你们 彼得前书第一章23节还说 你们蒙了重生 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 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 是借着神活扑传承的道 在神面前 圣灵叫世人为罪 为义 为审判 我们应信耶稣基督赐予的真理福音 而从罪孽中得赦了 我们相信 信耶稣的洗礼及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似出于神的爱心 似着爱心拯救了罪人 大家必是借信仰 作为审判官的耶稣 已经赐予他们的拯救 而领受冗生 关于圣灵的步道之六 必领树所赐的圣灵 使徒行战第二章38节 你们个人要悔改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叫你们的罪得赦 就必领树所赐的圣灵 人们是靠悔改领树圣灵的吗 什么是圣经里最可靠的悔改呢 就是因信耶稣的洗礼和血的道 而领受罪孽得赦 靠虔诚的悔改祈祷 没有人能在神面前领受罪孽得赦 和成为无罪的人 而且他们这样做也不能领受圣灵 只有那些知道和信仰耶稣洗礼和血的真理的人 才能领受受罪和圣灵 神的圣灵作为礼物 赐给已经领受罪孽得赦的人 圣灵降临那些信仰耶稣的人 直接关系到耶稣赐予的赦罪 使徒行战第二章38节说 你们个人要悔改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叫你们的罪得赦 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这礼物赐予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 并一切在远方的人 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 使徒行战第二章39节 这些经文里最关键的东西 就是精神上洗罪 与领受圣灵赐福之间的关系 父神让祂的儿子担当 斩驾到祂身上的天下罪 是靠这样的信仰 我们才领受了赦罪 这位得福的结果 我们领受了圣灵的礼物 你是否因为这样的信仰而获得了圣灵 在第一个五顺节 使徒彼得向那些聚集在他周围的人 全拨复活的主耶稣 就是他们当中每个人的救世主 请注意他们是犹太人 都知道旧约的献祭制度 他们中大多数可能在两个月前 看见过耶稣被钉死 因此当他们听到彼得全拨的简单步道 可能很容易就信仰了 随和圣灵的福音 听了他的全教 他们都悔改和承认 耶稣是他们的救世主 他们大家都信仰耶稣的洗礼 和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亡 都被清洗了他们所有的罪孽 都接受了圣灵 那么彼得洗了那些相信的人 况且从此以后就圣灵而言 等他吩咐不再对那些 已经领受罪孽得赦的人重复说了 五顺节后 领受圣灵作为信仰耶稣的结果 不再是要等待 而是当百姓信仰耶稣的洗礼 和十字架上的血 作为他们的血罪 他们就在信的那一刻起 领受圣灵 我们今天讨论的经文 支持这个信仰 那就是相信耶稣的洗礼 和十字架上的血 是五顺节后领受圣灵的条件 彼得反复强调了 这个简单的真理 受罪由耶稣的洗礼实现 他概括说 圣灵是赐于任何信仰 随和圣灵福音之道的人的礼物 因为这应时是给你们和你们儿女 并一切在远方的人 就是走我们神所招来的 石头行传第二章三十九节 我们不可错过走流 是因为圣灵首次提到的时间 在石头行传第一章 耶稣结束的洗礼 是饶受天下一切罪孽的洗礼 圣经里这应时的唯一条件 是信仰耶稣基督接受的洗礼 十字架的血 他的死亡和复活 是对这些信仰这些观点的人 神才使他们得以领受圣灵 对耶稣的洗礼的信仰 和神圣灵礼物之间的关系 就是这样 圣灵只赐于那些 靠信仰耶稣的洗礼和血 已经清洗他们罪孽的人 我们必识信仰这个真理 圣灵降临到这个世界上的真实真理 就在与耶稣的洗礼 清洗了人类的罪孽 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担当了这些罪孽的惩罚 我们必识知道和信仰 这个隐藏在能使我们领受神圣灵 作为拯救礼物的设计真理 《使徒行传》第二章38-41节 关于圣灵的内住 在牧师和神舍者之间有始度争论 不同的主章都集中在 基督徒如何领受圣灵的问题上 但我们在这里必是牢记 圣经里写到当百姓信仰了谁 耶稣的血和圣灵的福音时 他们就能领受赦罪 他们同时也能领受圣灵的礼物 简言之 圣灵绝对无物地降临那些 最已经得赦的圣土 百姓要领受神赐予的圣灵 他们必是用一种 有圣经基础的方式去悔改 真正的悔改 是要百姓不再拒绝 神对他们无条件的爱心 换句话说 抛弃一切零零碎碎 反抗真福音的东西 而要在心里信仰 适合圣灵的福音 只有那时 他们才能领受圣灵 我们能接受圣灵的悔改 就是改变怀疑 然而信仰能使我们 接受圣灵的福音 每个只走自己路的人 都在反对神 他们大家拜各种各样的创造物 作为他们的一生 尽管如此 耶稣基督借水和血 将他们拯救出了罪孽 但他们却不信他 反对这个能使他们 接受圣灵的福音 因此 对于大多数基督徒来说 在神面前的真福音 就是重归 这能使他们 重生于水和圣灵的真福音 改变他们 只信仰十字架上血的信仰 这就是圣经所说的真悔改 圣经告诉我们 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 使你们的罪得以脱膜 这样那安苏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 使徒行战第三章十九节 同样 百姓在思想上更新的方法 就是要相信耶稣 已斩驾了罪人过犯的洗礼 和他在十字架上的流血 赐他们的赦罪 要接受圣灵 我们所有的罪孽 必是因性斩驾到耶稣身上 我们必是无罪 我们在心里必是信仰决道 相信耶稣把我们的罪孽 斩驾到他自己身上 在十字架上死亡 从而替我们担当了所有的定罪 这信仰就是真悔改的正确信仰 圣灵是三位一体神的第三人 子、父和圣灵 对于我们这些信仰耶稣的人来说 都是一位神 虽然他们各位不同的人 然而他们对于我们这些信仰耶稣的人来说 都是同一位神 因为三位一体的神 对我们来说 都是同一位神 三位一体中的每个人 共同计划把我们拯救出天下的罪孽 他们各自承担被指派的工作 因此圣灵见证了这个真理 耶稣基督斩驾了我们在天下的所有罪孽 并替我们接受定罪 《石头行战》第二章38节告诉我们 那些已经领受赦罪的人 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父神计划清洗天下罪 于是父神就差遣他的儿子到世上 神的儿子耶稣为了拯救罪人而受洗 并因此赐予我们这个消愁天下罪的福音 现在对于那些相信的人来说 他使圣灵这位神支住在他们心里 那些已经领受圣灵礼物的人 已经从天下所有的罪孽中得救了 这些人就是神的子女 他们有圣灵 因此一个人要领受圣灵 就必须首先改变一切反抗这个真理的顽固思想 第二 他必须坚定地信仰耶稣的洗礼和学 作为他自己的拯救 圣经为什么如此强调耶稣的洗礼呢 因为耶稣接受的洗礼 对于清洗我们罪孽是绝对必须的 是因为耶稣已经借他的洗礼 担到了斩驾到自己身上的所有罪孽 然后经受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惩罚 替我们在十字架上死亡 简短地说 耶稣接受的洗礼之所以重要 是因为他借此才斩驾了天下的罪孽 因为耶稣的洗礼是洗罪的洗礼 对他的信仰是接受圣灵必施的要求 他构成了能使我们接受他的福音 正因如此耶稣的洗礼才如此重要 圣灵降临我们是因为我们懂得 耶稣为何受洗的原因并相信他 要是我们心里无罪 我们必须听耶稣接受的洗礼 和他在十字架上流血的道 只有那时我们才能领受主赐语的圣灵 我们必须认识到 为什么耶稣要降临到这个地球上受洗 只有当我们知道这一点 然后相信十字架上的血时 我们心里才能无罪 因为耶稣降临到世上受洗 从而清洗了天下的罪孽 结果他用自己的血在十字架上支付了我们所有的工价 正因如此 我们在心里必是信仰 耶稣的洗礼 以及十字架上的血 只有那时我们才能相信 那些已经领受圣灵的人心里可能不太激动 但因为他们心里有圣灵 他们就自然而然的精神振奋了 因此那些已经领受设罪的人心里始终欢乐 那些政策悔改的人心里就精神振奋 因为他们在领受设罪的同时 绝对无误地接受了圣灵的礼物 那些重生的人坚定地接受圣灵 作为他们信仰的标志 相信耶稣已经借随和血的道 把他们从一切的罪孽中拯救了出来 圣经告诉我们 听说耶稣的人经过这种悔改就能使他们无罪 你是否已经经历这种能使你领受设罪和圣灵的悔改 关于圣灵的步道之期 圣灵降临在外邦人身上 《使徒行传》第十章44-48节 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 圣灵降在一切听道的人身上 那些奉割离和彼得同来的信徒 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 就多稀奇 因听见他们说方言 称赞神为大 于是彼得说 这些人记述了圣灵与我们一样 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 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 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 圣经围绕尼戈底柳的事件回答了 是不是靠遵循律法接受圣灵的问题 他们告诉我们那些已经从神那里领受圣灵的人 不是靠遵循律法才接受圣灵 而是靠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 圣灵降落到尼戈底柳和他家人的身上 向我们表明这种现象也关系到他们对耶稣洗礼和血的信仰 因此这种能使天下所有人领受圣灵的信仰 是唯一能使我们这些人领受色罪的信仰 《石头行战》11章17节还说 神既然给他们恩赐 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 就彼得的信仰而言 领受圣灵和领受色罪是相同的 因此在当今基督教里广为流传的信仰 既靠悔改的祈祷就能使百姓领受圣灵 是绝对妙物的信仰 只能靠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 我们才能领受圣灵 看到圣灵降临到尼格迪流和他的家人身上 彼得说 我是谁能阻拦神呢 《石头行战》11章17节 这意味着圣灵降临我们是信仰耶稣基督的洗礼 及其在十字架上饱血的结果 《石头行战》第二章39节说 因为这应时赐给你们和你们儿女 并一切在远方的人 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 现在全世界的百姓都能靠随和圣灵的福音 领受圣灵的礼物 关于圣灵的步道之八 验证圣灵是否来自神 天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7-12节 因为那步伐的影意已经发动 只是现在有一个拦走的 等到那拦走的被除去 那时这步伐的人必显露出来 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 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 这步伐的人来 是照撒旦的运动 行各样的义能神迹和一切施假的歧视 并且在那成能的人身上 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 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 使他们得救 故此 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 叫他们性虫失谎 使一切不信真理 道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 上述经文的第7节说 因为那步伐的影意已经发动 只是现在有一个拦走的 等到那拦走的被除去 那时这步伐的人必显露出来 这告诉我们 撒旦让他自己的能力工作 全拨魔鬼的全能 而不是圣灵的能力 这是神所不希望的 直白地说 那些被不乏者控制的人 具有邪恶的信仰 不是基督徒 他们只追求吃魔的礼物 别国的语言 预言 治愈和诸如此类的工作 他们更加强调眼睛看到的东西 或者自称接受的精神能力 但神说他会灭绝这些 走蓝真理的工作 天撒鲁尼加后书第二章 九字十节说 这步伐的人来 使照撒旦的运动 行各样的异能 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 并且在那成能的人身上 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 因他们不领树爱真理的心 使他们得救 撒旦的工作 例如体现在那些 自称有治病能力的人身上 有些基督徒 包括牧师 教会的官员和俗人 都参加各种会议 以弥补他们的权力真空 包括从特别的登山祈祷会 到特别的超凡神力运动 和接受按手的特别聚会 这些人虔诚地纠缠着 在神面前哀嚎和进食 其目的就是他们要做的事情 得到他人的认同 认为只有靠圣经里的 那种超凡神力能力 才有正确的权教事业 但当百姓因此拼命 想披戴在神的能力里时 魔鬼就假装耶稣显现 赐他们魔鬼般的能力 不法的隐意 如何工作的呢 优大书第一章十一节说 他们有祸了 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 又为力往巴兰的凑谬里直奔 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 那么什么是该隐的道路呢 主在惩罚他以后 该隐就从神面前消失 这是对神的背弃 违抗神就是不信主赐的 水、雪和圣灵的福音 那些被撒旦控制的人 为钱工作 上述经文记事说 他们又为力往巴兰的凑谬里直奔 被撒旦控制的牧师从根本上讲 全教是为了赚钱 他们受到撒旦的监禁 从事假先知的工作 当信头向教会做奉献 带来大量的钱财时 这些假先知就喜爱 当信头捐出大量钱财时 他们就祝福 不然这些假先知就不祝福他们 同样 那些被撒旦控制的传教士 从根本上讲 全教是为了钱财 如果你拿出大量的钱财 他们就马上让你做执事或者长老 但如果你不专出足够的钱财 那么你就根本做不成长老 上述经文里谈到的人 只为金钱而工作 他们是谁呢 这段经文指巴兰 旧约里的先知 使引导以色列民走进世俗的世界 为了金钱而出卖他们 像巴兰这样的人 和用撒旦的能力工作的人 只能为金钱而工作 这段经文最后告诉我们这些人 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 这些人结成自己的政党 反对神的教会 爱钱的人最终都会转变成反对神的人 幽大书第一章十二节说 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书上 正是教食他们做牧人 只知喂养自己 无所畏惧 是没有鱼的云彩 被风飘荡 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 死而又死 连根被拔出来 那些只看重金钱的人是骗人的天才 私掠夺那些天正信头钱财的张家 因为撒旦的仆人是那种只敢兴致养肥自己的牧羊人 完全不考虑众人的心 即使百姓信仰耶稣 使得人只能被剥削 没有思想上的和平 也已继续地为他们的罪孽焦虑不安 便因焦虑而患上精神病 撒旦的仆人是 自有超凡省力的宗教狂越者 他们领受撒旦的能力 通过谎言全播假信仰 每当这些人说起圣经 他们满口谎言不知羞耻 因此圣经把他们描写成 是海洋里的狂浪 冗出自己可耻的墨子来 是流荡的心 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留层 优大书第一章十三节 当世界末日来到时 魔鬼的工作将更加努力 所以撒旦的仆人 也将行使更多的能力 终了他们在耶稣基督返回之前 撒旦将在世上的教会里 更加拼命地工作 因此魔鬼将更加猖獗 或屈谋或者预言 最重要的是 那些尽管信仰耶稣 但还没有重生的人 要认识和信仰 主次日的水和圣灵的福音 从而领受社税和圣灵的礼物 有了圣灵 他们必定有容身 但那些被撒旦控制 以自我为中心的神的仆人 只追求肉体上的福气 致日的能力 说方言和创造奇迹 并视为唯一的理想和目标 正因如此 这些人才死中面对撒旦赐语的怪异经历 在今天的世界上 如果有人在有名的祈祷房里 说别的方言 周围的人会立即喝采 那些不能说方言的人 故意被召集在一间房里 胜炼引导他们 如何说方言 重复 如果他们想更快地 说出某个词走 他们说成的话 就成了不可理解的乱语 吐出一些奇怪古怪的词语 好像在播放一盘 糟糕的录音带一样 因为想说得快 这些人的方言就结结巴巴 他们当中80%的人 已经丧失了理解 他们的方言全部结巴 谁又能正确地发音呢 这是因为他们接受了 着了魔狂热者的按手 他们自己也着了魔 因为魔已经转移到他们身上 支住在他们心里 是因为他们着魔才说出了恶魔般的言语 不要被魔鬼的工作欺骗 而要相信真圣灵在那些信仰写在圣经里的 水和圣灵福音的人心里和周围工作 即使现在魔鬼的不法工作还在那些追求超乏省力信仰的人当中延续 但即使你在那天悔改 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二字二十三节还说 到那遇必有使徒人对我说 主啊 主啊 我们不是奉你的名全道 奉你的名赶鬼 奉你的名行使徒义能吗 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使徒人相信先知以主的名工作驱魔 或以他的名创造奇迹 全部都是神和圣灵的工作 在当今的基督教里 有些人自称吃魔是圣灵的工作 因为使徒人在传教时 让他们亲眼所见奇迹时 就相信他们全都是圣灵的工作 但道说 这些事情不是圣灵的工作 他明确地说 这些驱魔、神迹、歧视的能力 和创造奇迹都是撒旦的工作 然而尽管柔词 百姓认为他们是圣灵的工作 撒旦的工作降临那些要被毁灭的人 追求这些神迹和奇迹的人不能得救 因此圣经警告我们说 亲爱的弟兄啊 一切的灵你们不可多信 总要试念哪些灵死出于神的不是 因为世上有始都假先知已经出来了 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一节 关于圣灵的步道之久 被圣灵充满的生活 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字十七节 我还有未聊的话 你们要靠着轴 依赖他的大能大力 做刚强的人 要穿戴神所赐的船腹军装 就能抵挡魔鬼的轨迹 因我们并不是 与守血气的战争 乃是与那些执政的 掌权的 管辖这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属灵器的恶魔征战 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 并且成就一切还能站立得住 所以要乍稳了 用真理当做带子素妖 用公义当做护心的敬绝生 又用平安的福音 当做日被走漏的鞋穿在脚上 此外又拿着信德当做断牌 可以灭尽那恶族一切的火箭 并戴上救恩的头盔 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 要被圣灵充满 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六字十八节 告诉我们 要爱惜光阴 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不要做糊涂的人 要明白主的旨意柔和 不要醉酒 酒能使人放荡 乃要被圣灵充满 百姓要充满圣灵 他们必是首先信仰 適合圣灵的福音 并为圣灵而生 原因是要圣灵居住在他们心里 他们必是首先领受罪孽得赦 必是接受圣灵的充满 换句话说 我们的先决条件就是全心全意的信仰 水和圣灵的福音 在内心变得无罪 其次 我们必是爱惜光阴 因为只有那些爱惜光阴的人 才能忠诚地侍奉福音 和过上受圣灵指导的生活 时不我待 眨眼一周就过去了 星期六晚上坐过礼拜后上床 醒来就是星期天的早晨 我们在电话上和某人交谈 会见朋友 不知不觉一天已经过去了 我们认为星期二 其实已经是星期三了 我们刚刚参加了周三的祷告 周四已经过去了 然后就此周五周六 马上又到另一个星期 因此 只有那些爱惜光阴 和忠诚地侍奉这福音工作的人 才能被圣灵充满 第三 只有那些确切地知道 什么是主的旨意 并侍奉祂旨意的人 才能被圣灵充满 为什么呢 因为只有当我们明确地了解 在当今这个时代里 什么是神的旨意 我们才能最终使祂的旨意 成为我们的目标 并执行祂的工作 我们在和主联合时 就能在圣灵的指导下 执行祖的工作 如果我们在生活中 不知道什么是祖的旨意 那么我们就不可避免地 要顾上愚蠢的生活 因此 要被圣灵充满 我们就必须明确地了解 什么是祖的旨意 第四 我们必须努力地置集在一起 只有当我们在神的教会里 置集在一起 赞美祖 始终以祖的名感谢神 这样才能被圣灵充满 但那些既不听神的道 也不感谢和赞美主 赐予他们拯救和工作的人 就不能被圣灵充满 被圣灵充满的人始终赞美祂 感谢祂 并想方设法 以耶稣基督的名聚集在一起 而且还要相信 在他教会里显明出来的 神的旨意和道 因此 要被圣灵充满 我们不能错过 聚集在一起的时间 当我们听道时 重要的是 我们要用忠诚的心去听 不能仅仅靠耳朵去听 用心过信仰生活很重要 不用心做的事情 和主没有关系 人是看外貌 耶和华是看内心 撒摩尔纪上十六章第七节 因此 那些用心听道的人 才能真正说 阿门 才有感谢的心 另外 因为他们思考听到的道 他们能被圣灵充满 但是 那些不用心接受他的道的人 即使他们在同样的聚会上 听到同样的道 也不会说阿门 也没有感谢的心 圣灵对我们用忠诚的心 奉献给神一切的崇拜 赞美和祈祷 都感到高兴 我们要被圣灵充满 世间没有洁净 唯一的洁净 仅仅是信仰 并在内心接受神的道 正因如此 我们必是珍惜聚会 不可轻视他们 只有那时 我们才能被圣灵充满 才能捍卫我们的信仰 直至走返回的那一天 第五 那些信仰神的道的人 被圣灵充满 以福所书第六章十一节 告诉我们 要参戴神所赐的 全父尊庄 他的意思是说 我们必是信仰神的道 过好信仰生活 聆听神通过他的教会 小日我们的道 并信仰这道 我们就能被圣灵充满 第六 我们必是用心坚持神的道 以福所书第六章十三节 还告诉我们 拿起神所赐的全父军装 这里拿这个词 意味着积极的信仰 换句话说 要阅读圣经里 写成文字的道 并在我们心里 坚定地坚持读道的道 圣经里六十六本书 都充满了神的道 但无赖这道多么的丰富 如果我们不坚持 那么就没有圣灵的充满 不管我们多么勤奋地上教会 和聆听他的道 仍有始多时候 我们会在精神上觉得疲惫 空虚和厌倦 有始多次 我们不知何故 觉得软弱 正因如此 我们必是拿起神所赐的 全父军装 也就是说 神的道 尽管他只有小小的一段 对你来说 也是合适和必要的 你必是坚持他 如此在心里坚持着道 就是接受他 这就是要被圣灵充满生活的答案 你必是思考这道 在生活中 必是相信一切的一切 都会根治这道实现 这正是被圣灵充满的方法 在过信仰生活中 如果你不坚持神的道 那么我们就不能保持信仰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过信仰生活 既有好的时候 又有坏的时候 还有我们情绪低落 变得软弱的时候 在这些时候 如果我们不信仰神的道 不坚持神的道 那么没有人能鼓励我们的信仰 没有别的人 能使你坚定不已 即使有人支持你 你的心灵只能死中空虚 因此 在这些时候 我们必是坚持 被写成文字的道 当你坚持神的道 这道就能保证你坚定不已 能使你在生活中沉浸在神硬使的道里 因为这道支持你 即使你面对困难的环境 或者你的思想稍有偏差 这道会使你觉醒 使你回到正确的地方 因信得深 沉浸在圣灵里 过着一种被圣灵充满的生活 正因如此 我们接受神写成文字的道 非常重要 当旧约里 以色列的百姓生活在旷野里的时候 神为他们落下妈那 以色列民就收集妈那 带回家 然后用各种不同的方法 走妈那吃妈那 同样 在数不胜数的 写成文字的真理之道里 生命之道中 你我必是坚持对于我们绝对必要的道 信仰它 接受它 当你这么做啦 这道就会叫你祈祷 增强你的信心 使你能生活在希望里 让你侍奉这福音 它让你在神面前得福 绝不离开它 而是在祂的面前接近它 因此 重要的是接受这道 被圣灵充满 信仰这道 它引导我们过上被圣灵充满的生活 再强调一次 是那些在内心信仰神的道的人 能被圣灵充满 当我们坚持神的道时 当我们信仰它和依靠它时 只住在我们内心的圣灵 就会赐我们信心和力量 认同我们的信仰正确无误 在我们身边帮助我们 使我们过着信仰这道的生活 正因此 它被称为圣灵 宝慧师和训慧师 约翰福音14章16节 因此 要被圣灵充满 圣经告诉我们 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就能抵挡魔鬼的轨迹 因我们并不是 与守血气的战争 乃是与那些执政的 掌权的 管辖着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属灵器的恶魔征战 所以 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好在摩纳的日子抵挡仇敌 并且成就一切 还能站立得住 所以要站稳了 用真理当做带子束腰 用公义当做护心的静绝松 又用平安的福音 当做日背走路的鞋 穿在脚上 此外 又拿着信德当做断牌 可以灭尽那恶足一切的火箭 并戴上救恩的头盔 拿着圣灵的宝剑 就是神的道 无论你的信仰多么远弱 不管环境如何 当你信仰神的道 并坚持着道时 圣灵就会在你的生命里 强有力地工作 把你转变成有性的人 当你稳稳当当地坚持神的道时 圣灵就会加强你 并因此使你战胜撒旦 它允使你以性反抗撒旦 并改变你的环境 当你坚持神的道时 圣灵就会使你祈祷 加强你 在撒旦攻击你时 使你能反抗它 使你有能力在心里产生不幸时 立即平气掉 另外 这道还能使你扭转错误的信仰 它会把你变成有性的人 就像磐石一样 坚定地坚持神的道 因此 信仰和接受这道 对于你被圣灵充满 是绝对重要的 如果你既不信仰 也不接受这道 而只是盲目地祈求 被圣灵充满 那么你就绝不能这样 被圣灵充满 你必是确实坚持这道 和接受这道 只有这么做了 你才能祈祷时 被圣灵充满 通过这些事情 我们认识到 只有信仰和接受了神的道 便明什么是走的旨意 通过祈祷和珍惜时间 胜从这些旨意 和神的教会团结在一起 侍奉祖和全部福音 才是圣灵的充满 当然 圣灵始终帮助我们 在我们生命里工作 但取决于我们 是否信仰这道 我们是否坚持这道 圣灵要么强有力地工作 要么让我们凭自己的力量 瞎折腾 因此 要被圣灵充满 我们必是思考这个 告诉我们 主已经拯救了我们的道 我们必是因信这道 享受被拯救的欢乐 我们必是在心里相信 全播福音就是主的旨意 我们必是全播和侍奉祂 如果你确实是重生的义人 那么你在全播这福音时 肯定有过被圣灵感动过的经历 使你能当场输出 合适的言辞 而且你的心里被圣灵充满 因此 我们必是清楚地认识到 脱离神的道 主的旨意和教会里的生活 不能实现圣灵的充满 也不能靠我们自己的努力 获得圣灵的充满 为了寻求被圣灵的充满 今天使得基督徒 盲目地参加 母线特别的聚会 如所谓的 等候聚会 他们在这些聚会上祈祷 发出怪异的声音 说所谓的方言 呼喊主的名 唱圣歌 喊口号 竭尽所能 想领受圣灵 但这些完全是愚蠢 和毫无根治的行为 圣灵不会因为我们绝望的祈求 就来到我们心中 相反 那些这样全教和想以这种方式充满圣灵的人 结果反倒被魔鬼充满 当我们沉思 信仰和接受这个已经拯救了我们的道和主的旨意时 当我们侍奉这福音时 那么我们就能最终被圣灵充满 但我们必须牢记 凭我们自己的感情做祈祷 虐待自己 和做各种怪异的事情 只能导致被魔鬼的恶灵充满 圣灵的充满是实实在在的 经过前面的讨论 我们已经明白什么是圣灵的充满 我相信你已经完全理解了这个话题 如果我们已经明确理智的了解了 什么是被圣灵充满的生活 那么我们就能用心接受这道 我们每天都必须坚持这道 即使这道只有少数的几段文字 我们必须每天询问自己目前的环境下 什么样的道是必不可缺的 寻找这样的道 然后在心里坚持它 那么这道就能改变我们的环境 改造我们的心灵 发生这样的事情时 我们的信仰和心灵 就会像熊鹰一样转翅飞翔 毫无疲倦地奔向主的旨意 就如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十一节 像我们保证的那样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心得力 他们必如鹰转翅上腾 他们奔跑却不困倦 行走却不疲乏 这并非假设而是现实 当我们重生者在心里信仰轴和侍奉它时 把教会里的聚会 似为珍贵并积极参与 为了福音的全波 团结一心时 那么我们心里就自然而然地充满了圣灵 换句话说 我们在生活中就庆自在这圣灵里 就充满了圣灵 即使没有我们特别的努力 但不是这样的人又柔和呢 这些人没有联合到会众和教会的工作 他们渐渐地脱离教会 最终指责教会和离开教会 为了使你我不离开主 不管我们的行为和思想柔和 也无乱我们的信心多么伟大或者渺小 我们必须做的一切 就是毫无条件地信仰它 接受神的道 为什么呢 因为神的道的能力 属于那些踏踏实实接受这道的人 正因如此 接受神的道才如此重要 因此 只有这样信仰时 我们才能被圣灵充满 我们不能因世上的酒而醉 以福祖书第五章十八节说 不要醉酒 酒能使人放荡 乃要被圣灵充满 这里的酒指世间的任何事情 如果我们沉溺于世间的事情 那么我们就不能被圣灵充满 肉体上的情欲 会阻止精神上的欲望 我们重生人只能被圣灵充满时 才能生存 但圣灵的充满 是要我们接受神的道 因此 只有当我们接受了圣灵 我们作为一人的生活 才有价值 如果我们不这么做 而相反一半时间醉酒 一半时间被圣灵充满 那么就完全没有欢乐 那样 我们只能三心两意地 侍奉福音 当我们这般执行主的工作时 不但别的灵魂 无法领受赦罪 而且我们作为一人的信仰生活 也是毫无意义的 正因如此 我们才必失被圣灵充满 我们必失顾上圣灵充满的生活 只有此时 我们才能避免离弃主 只有此时 我们才能完完全全领受这种 体现在走小日我们的道理的能力 让我们一起迎诵诗章和圣歌 我们必失始终信仰 并根据以弗所书第五章 十九字二十一节 告诉我们的那样是生活 当用诗章 颂词 灵歌 彼此对说 口唱心和的赞美主 凡是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 常常感谢父神 又当成敬畏基督的心 彼此胜福 的确 我们必是如此 如果我们不信仰神的道 我们怎么能感谢他 对我们的拯救 我们又如何因信得生呢 另外 即使我们已经领受赦罪 如果我们不能始终坚持 圣经的道 我们如何用充满圣灵的心斥 生活呢 这样的事情绝不会发生 相反 如果缺乏信心 我们就很容易 因为日常生活里的小事 感到气馁 即使我们在教会里 被圣灵感动 当我们回家时 发生一点事情 心里就会立即失掉 你我必是只靠信仰神的 道斥生活 我们在生活中 必是侍奉福音 信仰和接受神的道 并做祈祷 然后圣灵就会自动帮助你 指导你 保持你 赐你能力和福气 使你能从事主的工作 圣从他 反抗魔鬼 并使万事效力 一旦你了解这一点 被圣灵充满就容易了 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 全心全意地信仰神的道 圣灵凭神的道 在信徒里工作 和当今使徒人的信仰不同 圣灵不会在他们 灯灯和叠叠不休地 呼喊主的名的时候降临 为什么呢 因为圣灵始终根治神的道工作 实至今遇 我侍奉主宠卫大惊小怪 我已经忠诚地尽我最大的能力工作 在心里信仰主的道 知道他的旨意 我们不希望突然间实现一切 相反 我一直做祈祷 与神的仆人商量 和他们联合在一个目标上 那就是侍奉真福音 当我做出决定时 我就做些必要的准备 一点点地尽我最大的努力 做主的工作 马上 甚至连自己还没有认识到的时候 始终事情就已经做成了 全波西和圣灵的福音的事情 就这样做了 主在我努力中强有力的工作 主工作的实现 不是带有感情色彩的规程 而是靠我们在心中 圣从和信仰神的道 理性和沉着地实现 之后 所有的事情全部都受到圣灵的关照 当孩子做错事时 他们的父母会冷淡地对待他们 直到他们真心认错 为人父母尚且如此 如果我们违背神的旨意 作为圣灵的神不会无情地责备我们吗 但只要我们改正错误 感谢神完美地拯救了像我们一样做错事的人 他就会拥抱我们 鼓励我们 遵循他的旨意 我们被圣灵充满的人必是做什么事呢 主告诉我们时代的终结和那个时期的迹象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都处必有饥荒地震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七节 他说大苦难死后即将来到 看起来好像现在就是那个时候了 特别是当我们看到自然灾害 或当前天下的政治指示 那么我们现在必是怎么做呢 无非是听从主的吩咐 像全世界全播死和圣灵的福音 我们现在必是全播这福音 但我们这么做 必是首先向神请教最佳的办法 我们不可凭自己的策略 力量和意志 胡乱地执行这项任务 而必是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祈求神赐于我们全播主的福音 所必施的信仰和力量 加强他的百姓 赐福我们的精神和肉体 云使我们侍奉福音 让我们充满圣灵 我们做了切实可行的事情 渐渐地扩大了全教的范围 主就会对我们高兴 它就会使我们在未来完成史都大事 你们每个人都会感觉到 我们的主实际上对我们的支持和帮助 是多么的致大 因为我们一人已经有过无数次的经历 无论要做什么事做祈祷 实际上都能柔异地完成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做这些事情 是出入自己的力量呢 当然不是 事实上 我们一无所知 但因为神对我们所做的事情高兴 我们靠信仰迎接挑战 寻求祂的帮助 更坚定地坚守和接受祂的道 满怀信心的等待 某一天 就让我们赤摩摩地方 然后我们看到自己一直寻找的人 就在那里等我们 例如 当我们想通过文学作品 全播福音时 我们需要那些能将收集 译成当地语言的人才 无奈我们多么努力地寻找 却并不容易找到 但神确保我们寻找的人 有足够的时间完成训练 时候到来时 就为我们准备好了人才 我们必须认识到 跟随族和被圣灵充满 并不是什么难以实现的壮志 对领受罪孽得色的人来说 很容易认识到这些事情 在我们柔此领受社罪后 神就按照祂的道 在那些信仰和接受祂的道的生命里工作 当我们沉浸在神的道和祂的教会里时 圣灵的充满就会自动来到 重生者正希望圣灵的充满 全部道和全部福音 然后你就会被圣灵充满 当你用心侍奉主时 你就会被圣灵充满 当你全播福音时 你也会被圣灵充满 当你和教会团结一心 并生活在一起时 你就能过上充满圣灵的生活 对于那些和教会同心的人来说 很容易做到 但对于那些不与教会联合的人来说 没有办法能使他们充满圣灵 圣灵驾铃会不顾神写成文字的道吗 圣灵的工作 不会脱离神的教会和福音的工作 如何被圣灵充满 首先 那些希望领受圣灵的人 必是认识和信仰 随和圣灵的福音 并因此领受罪的赦免 第二 他们是要一种明确和神圣的信仰 相信神只把圣灵赐那些已经领受设罪的人 甚至从使头时代以来就此如此 使头行战第二章三十八节 第三 他们的心必是脱离 不相信圣经的道和怀疑的罪孽 第四 要领受圣灵 他们的心灵是要被灌输智体的道 因此 他们是要仔细聆听 重生与水和圣灵福音的赐福的道 而且当他们是要更多的道时 能够亲自和神的仆人 分享福音的交往和领受圣灵 那时 圣灵就会使他们在心里信仰神的道 重生和接受他 但如果他们想领受圣灵 却不加便惜 盲目地做悔改的祈祷 或者想顾一种自我神圣的生活 或者只是无条件地渴望圣灵 并希望通过自我的伤害 狂热的进食 或者高三祈祷接受他 他们最终就会陷入极大的混乱 我们必时牢记 神的圣灵降临 不是因为百姓想靠自己的努力接受他 而只会降临到那些愿意接受他的人 圣灵不会降临那些做高三祈祷 参与超凡省力聚会 或者只追求礼物 一切靠他们自己力量的人 如果你认为在参加这些聚会时 或者从自己的信仰中 获得了类似圣灵礼物的东西 你必时首先考虑 它是不是别的东西 是不是你心里还有贼 如果心里还有贼 那么你必时认识到 你已经接受的东西不是来自圣灵 而是来自魔鬼 你必时抛弃它 我们首先得认识到 圣灵真正在哪里工作 在谁身上工作 在我们寻求接受圣灵的过程中 有些东西必不能忘记 这就是同等的信仰耶稣的洗礼 马太福音第三章15节 和他在十字架上的血 圣灵不述约束 但他只降临到那些信仰耶稣基督的洗礼 和十字架上血的人 作为他设罪的人 因此圣灵降临到那些信仰祟和圣灵福音 作为他们真正拯救的人的生命里 并在他们的生命里工作 圣灵的礼物 当我们阅读圣经时 我们发现有几个地方提到了圣灵的礼物 这些礼物的代表 见罗马书第十二章六字八节 哥林都前书十二章八字十节 和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一节 但今天我们还要看一看 哥林都前书十二章 立出的九种礼物 第一 知识之道的礼物 他指水和圣灵的福音奥秘的知识 这知识根治神特别的天意 受圣灵的感动隐秘在圣经的道里 明确解释和全播 这水和圣灵福音的能力 正式认识这道的礼物 第二 智慧之道的礼物 智慧之道的礼物 不是指人力的智慧 如个人的聪明和智力 这智慧的礼物 只用信仰解释圣经的道 解决百姓提出的各种问题的礼物 第三 信心的礼物 信心的礼物 只以行动为导向 信仰这道的礼物 当我们听了神的道 然后又以晨洁的信仰 相信这道时 这礼物就次于我们了 圣灵的工作要使圣徒心里 升起对神的道的信仰 神通过这个礼物 还使我们能把其他灵魂 拯救出他们的罪孽 第四 治疾病的能力 圣徒不应许乏 医治肉体的疾病 而必须认识到 主的旨意 是要他们从疾病中了解神的天意 圣从天意 要医治精神疾病 而不是肉体的疾病 周中告我们要祈祷救治病人 雅各书第五章十四自十五节 这样的祈祷 每个人都能做到 第五 创造奇迹的礼物 它指信仰的能力 相信和圣从神的道 奇迹指相信神的道的信仰 挑战我们一般知道的自然法则 圣头这样的信仰 使他们的信仰生活生动活泼 富有全能 使他们寄出更多的果子 神让圣头用信仰表现自己 第六 预言的能力 它指信仰神的道 和代表神全拨它的道 神通过旧约和新约 已经向我们展示了 祂的旨意和计划 因此 那些预言家肯定能依靠神 写成文字的道 证明这些预言正确或者妙误 那些不传播音信书写在圣经里的道的人 就是假先知 正确的先知是音信传播神的道 向百姓传播写成文字的道 神的圣头和仿仁就肯定能使他们拜他 相互启发 劝戒和安慰 耶稣基督同他的身体已经把教会 相信这道的信仰礼物赐给了神的仆人 第七 辨别周灵的礼物 仅仅听他们说的话 就能辨别百姓是否已经领受了罪孽 对于我们这些现在生活在牧狱时代的人来说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礼物 就有被魔鬼欺骗的危险 题目太前书第四章第一节 凭这个礼物 我们能辨别那些寻求和只圣从圣灵礼物的人 能把那些重生的人和那些还没有领受 设罪与圣灵的人吃别开来 第八 说方言的能力 所谓圣头说方言 意思是说他们讲述天国的真理 当圣徒在私人禅所向神祈祷时 他可能说方言 这些方言只有神能理解 但我们不应决力说方言 而应更加努力理解圣经的道 我们必是认识到 我们宁愿说五个自己能理解的字句全数他人 而圣古说方言千千万 哥林都前书十四章十九节 第九 解释方言的能力 这种能力就是解释神赐语的道 全播神的旨意 使每个人都能理解 解释方言的能力在早期教会时期被赐语 莫迪是为了全播福音 现在鉴于发译和口译福音教义的事业当中 如果某人说当地的话 那么他就无需口译人员 但那些面临世上使得语言障碍的人 则是要通过口译人员才能工作 圣灵的果子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 节制 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字二十三节 圣灵的果子体现在上述经文里 忍爱 爱心是耶稣的心 神的所有诫命和律法都可以概括成爱神和护爱 但我们必是牢记 在我们爱神之前 神已经首先毫无条件地爱我们了 他的爱心体现在水和圣灵福音的道里 这道能把每个人都拯救出罪孽 使他成为神自己的子女 那些借真福音已经充分地领受神爱心的人 就拥有了耶稣的心 即爱心 喜乐 当我们的心灵因为信仰设计的拯救而重生时 就能从我们内心深处生起这不可言状的喜乐 就是这个原因 保罗领受了设计后 即使在监牢里也欢乐 早期教会里的圣头也欣喜 在领受设罪的义人心里有欢乐 菲利比书第四章第四节 和平 和平充满那些已经领受设罪的人 这在任何环境下都是无法战胜的 那些因罪而致怕神审判的人心里没有和平 但是我们靠信仰设和圣灵的福音 一次性领受了设罪 结白柔学 心里就有了和平 设罪的福音能使我们战胜对罪的恐惧 使我们确信拯救 有强大的勇气 另外 那带了和平的人就被看成神的子女 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九节 享受设罪的欢乐 真言十二章二十节 并顾上义的生活 雅各书第三章十八节 忍耐 我们的信仰已重生的道 神赐予的设罪为出发点 加上圣灵的力量 我们对一切都能结出忍耐的果子 这些忍耐的果子 鉴于那些因信息和圣灵而得救的心里 我们传久和圣灵交往就能得着 恩慈 恩慈只理解他人 并且友好的向他们传述真理的道 我们心里对其他灵魂怀有怜悯之情 就像神怜悯的恩典 已经借着耶稣的洗礼和十字架上的血 拯救了罪人一样 良善 良善只有德行 为人正派 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五节说 善人从他的心里所存着的善就发出善来 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 对于那些在神面前做义人的人来说 善良和温存是他们心中的基本原则 所以当我们看到那些因信成为义人的人时 我们就会看出他们内心深处有基本的善良和温存 信实 信实只在任何条件下绝不改变的信仰 务必始终侍奉福音 这里的信实限定在信仰和诚实 因此只有那些靠信仰基督所赐水和圣灵福音之道的人 才能忠于神 温柔 只一颗完全理解他人和圣从神旨意的心 温柔的人为那些反对他们的敌人祈祷 节制 只有能力使自己受到控制 特别的是 他只抑制 驾驭肉体违背圣灵的罪恶和堕落的欲望 换句话说 他的意思是说在生活上谨慎 不放纵自己 受到控制 不必说我们是要控制坏事 即使是好事 我们也必是死中节制 被圣灵充满的生活 靠我们自己的旨意或努力 我们不能过上被圣灵充满的生活 但依靠支住我们的基督就有可能了 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 我们相信我们的身体现在已经成了 用于执行基督旨意的器皿 我们的脑子里有基督的思想 我们的意志被走的旨意统治 我们的品质和能力都作为献祭 毫无例外的奉献给他了 这样的生活就是被圣灵充满的生活 这不是精神贫乏 失败和绝望的生活 而是不断胜利欢乐的生活 肯定有能力借死和圣灵的福音 拯救这个世界 罗马书第八章 石头行战十七章第六节 被圣灵充满的生活的特点 盖树柔下 这样的生活始终感谢领树设罪的欢乐 天撒罗尼加前书第一章六子七节 而且追求神的意 那些对主的旨意喜悦的人 已经被圣灵充满 那些因全部随和圣灵的福音而欣喜的人 生活里已经充满了圣灵 那些信仰跟随和圣宠写成文字的真理之道的人 所过的生活完全充满圣灵 被圣灵充满的结果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级 做我的见证 石头行战第一章第八节 能力的信仰 那些信仰谁和圣灵的福音之道的人 就能获得权柄做神的子女 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 赐于我们做神子女的能力 就是战胜罪孽的能力 在这个世界上执行神的旨意的能力 就是控制着魔鬼的人 和用随和圣灵福音拯救他们的权柄 就是医治精神疾病的权柄 马可福音十六章十八节 战胜撒旦走住的权柄 路加福音十章十九节 上天堂的权柄 启斯路二十二章十四节 和靠信仰神一切应使得到得生的权柄 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 圣灵是解决我们问题的圣灵 在这个世界上和我们生活里 有十多问题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无法解决 撒加利亚书第四章六到七节 即使基督徒也不能逃避生活 带给他们无宠无尽问题的现实 但当我们充满圣灵时 我们就能像下面这样解决这些问题 并过上胜利的生活 首先 我们能战胜这个世界的试探 圣灵能使我们果断的克服和战胜罪孽 也不断涌向我们心头的试探与引诱 第二 我们见圣灵能解决死亡的问题 当我们充满圣灵时 我们能大胆地战胜无尽的恐惧和死亡的恐怖 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 能盼望天堂的希望 能战胜死亡的问题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一节 第三 当我们充满圣灵时 我们能借死亡圣灵的福音 爱那些靠我们自己的力量 不可能爱的人 从而得到我们的幸福 第四 我们能借圣灵 从撒旦带给我们的走住生活中解脱出来 信仰基督赐于我们的社税 我们现在成了祂的子女 我们就能借着圣灵战胜撒旦 带给我们的恐惧和恐怖 第五 圣灵能使我们战胜一切的绝望 当以利亚陷入绝望时 她听神的道的声音 恢复了力量 当耶稣的门头陷入绝望时 他们也能靠信仰神的道和圣灵的能力 重新砸立起来 同样 当我们因信仰神写成文字的道充满圣灵时 也能从生活的沮丧和绝望中 杂立起来 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字十八节 总之 圣灵是水和圣灵福音的见证人 因此 如果一个人是被圣灵充满的渗透 那么他最大的利益是过上一种 见证基督水和圣灵福音的生活 圣灵不会给我们神秘的礼物 或者超自然的经历 如果你认为圣灵将你引入神秘的经历 那么这不是圣灵的工作 而是魔鬼的工作 因此 五顺节是教会诞生的日子 所以 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 竭尽全力培养神的教会 侍奉他和发展他 被圣灵充满的结果 使顾上一种见证和侍奉 被神赐予的随和圣灵福音的生活 持之以恒地保持圣灵的充满 第一 重生的人必须抛弃世俗的贪婪 他们必须接受信仰和真理的道 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七节 第二 读神的道和信神的道 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 第三 每天聚集在神的教会里 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五节 第四 表白自己的罪孽 信仰祟和圣灵的福音 诗篇五十一章四到五节 十一到十三节 第五 圣着圣灵的愿望 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 第六 不要叫圣灵担忧 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节 第七 不要吸密圣灵的感动 天撒罗尼加钱书第五章十九节 第八 远离肉体的心灵 信仰和全波随和圣灵的福音之道 箴言第四章二十三节 菲利比书第四章十三节 第九 在生活里与神的教会联合 利用每个机会 全波随和圣灵的福音 那么你才能保持生命 始终被圣灵充满 换句话说 要被圣灵充满 我们必须首先领受圣灵 要接受圣灵 我们必须要抛弃 重压我们心灵的罪孽 这是领受圣灵的重要条件 使徒行战第二章三十八节说 彼得说 你们个人要悔改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叫你们的罪得赦 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因为这应时赐给你们和你们儿女 并一切在远方的人 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 真言二十八章十三节还说 遮掩自己罪过的 必不亨通 承认离弃罪过的 必蒙连续 要清洗我们的罪孽 我们必是首先信仰耶稣的 洗离及其血 并因此清洗我们全部的罪孽 我们必是信仰耶稣 谁洗的能力 在信仰中受洗 马太福音第三章十六节说 耶稣受了洗 谁急从谁里上来 天忽然为他开了 他就看见神的灵 仿佛鸽子降下 落在他身上 信徒受洗是他们信仰的标志 相信他们在受洗时 天下所有的罪孽 都已经斩驾到耶稣身上了 因此 那些信仰走得到的人 必是受洗 我们不可拒绝受洗 认为洗离只是一种形式 绝不能违抗神 当然 要被圣灵充满 我们必是信仰神 向他祈祷 耶稣在《诺家福音》 十一章十三节中说 你们虽然不好 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 何况天父 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 耶稣在升天前 对聚集橄榄山上的所有圣头说 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而要等待赴准使的圣灵 圣头听了他的道 聚集在一起 并在耶路撒冷高处祈祷 五顺节那天 圣灵突然充满大家 就像及时的大风 分开火焰那样降临他们 这里有些地方 我们必是特别注意 虽然当时有五百名弟兄 听了主的道 和见证了他的升天 但实际上只有120名 向他祈祷 听从他的道 要保持被圣灵充满的生活 我们必是不断地 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 我们的主在马太福音第七章 十一至十二节中说 你们虽然不好 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 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 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 所以 无乱何事 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圣经的核心教义 谁必是流动 如果固定在某个地方 他最终会腐败 同样 我们这些因罪的赦免 而领受圣灵恩典的人 必是献身全波水和圣灵福音的事业 对神圣天主教会的信仰 使徒信经表白对圣灵的信仰 然后表白对神圣天主教会的信仰 这里天主这个词 不是指罗马天主教会 而是指天主耶稣基督在谱天下的教会 信仰耶稣的洗礼及其血的使徒们 在五顺节上向众人见证了耶稣基督 然后众人就开始悔改 也信仰耶稣的洗礼成了圣头 因此第一次建立了教会 所以那些信仰圣灵工作的人 也信仰被这些圣灵的工作 所建立起来的教会 什么样的教会是神的教会 在圣经原文里 教会这个词是Eklos 意思是 承蒙装换的人聚集在一起 换句话说 这指那些信仰耶稣的洗礼和学 信仰他赐他们拯救之真理的人聚集在一起 神的教会是那些相信耶稣已借他接受的洗礼 和在十字架上流血拯救了罪人 这个真理的人的聚会 神能区别他自己建立起来的教会 和那些与他没有任何关系的教会 神建立的教会 能把涉罪的福气赐予全体百姓 因此神建立的教会不传授人类的道德规范 而传授耶稣设罪的洗礼 十字架上的血和拯救 因此主把他的教会 使给那些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人 纯粹的凡人无法破坏他的教会 甚至撒大也不会成功 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 唯独神能统治他的教会 指导他的教会 并在他的教会里工作 因信仙和圣灵福音 而得救的无罪圣徒 置疾在一起救死神的教会 哥林都前书第一章第二节 因此 这里有神特别的爱心和他的保护 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五至三十九节 所以神赐福那些侍奉教会的人 惩罚那些迫害教会的人 神圣的教会 直属于教会里的所有信徒都是无罪的 他们因信仰耶稣的洗礼和学 而领受了罪孽得赦 这些人的聚会就被称为神的教会 因此 要参加神的神圣教会 他就必须首先信仰死和圣灵的福音 圣徒在神圣的教会里拜神 在相信死和圣灵的福音的信仰里 感谢荣耀和赞美神 信仰他的道 拜神的基本意思是崇拜他 信仰这真理之道的福音 相信他已经把罪人拯救出 他们所有的罪孽和过犯 只有那些信仰耶稣的洗礼 和十字架上学 周围他们自己拯救的人 才是真正的拜神者 神的教会 欲付以欲宣讲 死和圣灵福音的圣道 因此 我们必须借信仰 借在神的教会里 见证的死和圣灵福音 赐拜神 因此 对神的真正崇拜 是个人信仰真福音的崇拜 而不是受宗教氛围感动的崇拜 真正的崇拜者 始终在精神上和真理中拜神 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 正如西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五节所说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 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 道要彼此劝眠 既知道那日子临近 就更当如此 使借耶稣的洗礼和十字架上的血 我们才被清洗了所有的罪孽 人力必须承认他们的存在 因为他们的原罪和个人罪 就像一堆污肥 但即使这样的污秽 被血覆盖时也干净了 同样当我们信仰耶稣的洗礼和十字架上的血 作为我们自己的拯救时 我们就变得无罪了 因为耶稣已经用他的洗礼和十字架上的血 赎回我们的罪孽 因为他已经使我们成了义人 只要我们信仰这一点 我们大家都能领受罪的赦免 并成为义人 正因如此 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节说 写信给哥林多神的教会 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 蒙昭做圣徒的 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 耶稣基督之名的人 基督是他们的主 也是我们的主 我们相信 因为信仰耶稣的洗礼和十字架上的血 作为我们的赦罪 我们已经成了义人 思考这种信仰 我们才能进入天国 无论谁信仰这个真理 就能进入神的国 无论他是谁 不管东方人还是西方人 男人还是女人 老人还是年轻人 富人还是虫人 上层人还是下层人 有学问的还是没有学问的 有一个卖气球的人 将黑气球抛向空中 有个黑人女孩 靠近他问 黑气球也能飘上天空吗 卖主说 当然能 无论谁 只要信仰耶稣的真福音 都能上天堂 并没有分别 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二节 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八节 但在神面前 任何心里有罪的人 都不能上天堂 即使在某种程度上信仰耶稣 如果他仍然有罪 那么这个人仍然不能升天 但是因为神已经借死和圣灵的福音 饶恕了人类所有的罪孽 任何知道和信仰耶稣的人 都能正确地上天堂 为什么呢 因为他已经无罪了 任何人只要信仰耶稣 接受约翰的洗礼和十字架上的血 作为他一切罪孽的拯救 都能应信上天堂 耶稣要把我们的灵魂带入天堂 这是可能的 因为我们已经没有罪恶了 我们的主无所不能 所以开始 过程和结果 全都是一样的 我们的行为 要到我们进入天国那一天才完美 但主的工作 他的洗礼和十字架上的血 永远是完美无缺的 他使我们圣洁 正因如此 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说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 没有瑕疵 帖撒罗尼加前书第五章二十三节说 愿赐平安的神 亲自使你们传染成圣 又愿你们的灵与魂 与生自得蒙保守 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 完全无可止灾 对圣头相通的信仰 何谓圣头的相通 因信耶稣自己是神这个真理 信他领受的洗礼和十字架上的血 而从他们所有的罪孽中得救的人 都加入了神的家庭 正如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说 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旅客 是圣头同国 是神家里的人了 一人相互交往 圣头和神的交往有没有先决条件 我们在和别的圣头交往之前 必是首先和神交往 正因如此 约翰耶稣第一章第三节后半段说 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 正确无疑 必是首先和主交往 我们要和主交往 就必是相信他赐予我们的水和圣灵的福音之道 领受我们罪的赦免 为什么呢 因为主是神圣的主 无罪的主 领受罪孽得赦 首先和主有了正确关系的人 也能和别的义人有正确的交往 借主的洗礼和学 而得救的圣头 能和神交往 尤其能和他们的同伴圣头交往 神赐的拯救能使我们和神交往 也能和同伴圣头交往 换句话说 因为耶稣洗礼的工作和十字架上的宝血 我们以前是神的敌人 首先得赦我们的罪孽 现在侍奉他为我们自己的父 因此 当我们承认基督的工作已完美地消除了我们之间障碍时 我们就能相互饶恕 理解和交往 圣头交往的核心基础是真福音和真爱心 耶稣把他洗礼和十字架上的拯救赐给那些相信的人 宣告 你现在已经领受罪孽得赦了 这样告诉我们的人就是主 他告诉我们要爱主 还要和平地与同伴圣头生活在一起 在罪得饶恕之前 违抗神的使头彼得 这样解释他的欢乐 最要紧的是 彼此切实相爱 因为爱能绝严使头的罪 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八节 完全正确 就像树草在交水时长大一样 圣头靠相互的交往 靠神的道 靠神的爱成长 从使头行战第二章四十六字四十七节 我们明白早期教会里的圣头 曾度过的美好生活 他们天天同心合意 恒切地在店里 且在家中掰饼 沉着欢喜 诚实的心肉饭 赞美神 得众民的喜爱 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 并非表白信仰耶稣的每位基督徒 事实上都信仰真耶稣 这意味着那些不知耶稣所赐 死和圣灵福音的人 不信倦福音的人 不是圣头 所以 真正的饶恕和交往 只能在死和圣灵的福音里 全道书第四章九字十二节说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 因为二人劳碌 同德美好的果效 若是跌倒 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 若是孤身跌倒 没有别人扶起他来 这人就有祸了 再者 二人同岁就暖和 一人独岁怎能暖和呢 有人攻胜孤身一人 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人 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 让我们重视圣灵的交往 检查一下我们当中 是否有人受到忽视或排斥 你从事的工作或肩负的担子 可能太重 那么 你得和同伴圣灵分担你的问题 因为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 出埃及记十八章十八节 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节说 因为无乱在哪里 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 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东方有志格言说 家和万事兴 我们可以更进一步说 如果渗透在神的教会里 有和平 万事称心柔意 如果渗透与神和平相处 任何问题都能解决 只有当我们首先与主的天国 讲和平 我们才能在家里有和平 相互之间有和平 信仰赦罪 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 我们相信只有主能借水和圣灵的福音 清洗我们的罪孽 因此 以赛亚书第一章十八节说 耶和华说 你们来 我们彼此变乱 你们的罪 虽像猪虹 必变成雪白 虽红柔丹眼 必白柔羊毛 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还说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使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这里我们必是认识此主 如果我们认罪 不是指无论我们什么时候 做忏悔的祈祷 神都会饶恕我们的罪孽 而是 约翰一书第一章十九节的 确切意思是 我们已经领受了一切罪孽得赦 当我们在主面前承认我们的罪 相信主借他接受的洗礼 和十字架上的血 以抹去天下所有罪孽时 我们才领受一切罪孽得赦 任何人在神面前承认他的罪恶 信仰谁和圣灵的福音 就披带在神所赐赦罪的恩典里 这里罪孽是指什么呢 亚当的每位后代都生来有罪 因此没有谁能说不犯罪 没有罪 因为人类一生下来就有罪 即使不犯罪也已经有罪了 所以每个人都是要救世主 将他拯救出罪恶 那些自称无罪 不是要信仰耶稣的人 只能在违抗神 起初神创造了天和地 创造了伊甸园 让亚当和夏娃生活在园里 在这个地方没有罪 神和他们亲密的交往 但为了使他们成为自己的子女 神赐他们律法 这律法就是不可以吃 知善恶树上的果子 神对他们说 因为在你吃的那天肯定会死 神为了赐他们荣生和永远的福气 告诉他们吃生命树上的果子 但他们没有像神告诉他们的那样 吃生命树上的果子 却吃了知善恶树上的果子 知善恶的树导致了他们肯定死亡 创世纪第二章十七节 第三章二十二节 亚当和夏娃种了撒旦的试探 最后吃了知善恶树上的禁果 这位罪孽的公家死亡降临了 正因如此 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说 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 死又是从罪来的 于是死就临到众人 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所以人类现在是要救世主 有些人很自信 就好像马太福音十九章中的妇人一样 认为他们自孩同期就遵循了神的诫命 但没有人能遵循神的六百一十三条诫命 那么神为什么要赐给我们完全不能遵循的律法呢 圣经说 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罗马书第三章二十节 神赐于我们的十戒指出我们的罪 例如 有些人或是憎恨他自己的父母 脑子里想 那江湖衰老了 这个人已经触犯了神律法的第五条诫命 如果男人在思想上对女人起了隐心 即使他事实上没有通奸 也已经触犯了第七条诫命 此外 神还把贪婪、妒忌、仇恨 看作松杀 即使我们事实上没有杀人 因为这些东西激发我们的行松 那么 谁能完全遵守神那明确和毫无缺陷 圈透我们思想最深处的律法诫命呢 此外 雅各书第二章第十节说 因为凡遵守传律法的 只在一条上跌倒 他就犯了重条 据此 在神严格的律法面前 谁能自称无罪呢 出于我们的远弱 我们常常栽在罪孽里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是因为我们的远罪 也就是说 因为人类从本质上讲是堕落的 正因如此 大卫悔改触犯第七条诫命的罪恶后 在诗篇五十一章第五节中说 我是在罪孽里生的 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 换句话说 大卫承认他根本的罪恶 今天基督徒做的悔改祈祷和大卫表白自己 实质上是一堆罪恶相互之间完全不同 前者只承认行为上的现实罪 而相反后则承认他只能犯罪 因为他从本质上讲是一堆的罪孽 只有那些认识到本质上的自我 是大罪恶 并信仰主赐语的 洗合圣灵福音的人 才能从神那里领受赦罪的恩典 何尝不是这样呢 什么是我们要做的正确事呢 是每天在神面前 掳掠我们的日常罪 并祈求他的饶恕 还是认识到我们的软弱 承认我们的真实自我 使大罪恶 满怀感激自情的信仰主 赐语的洗合圣灵的福音呢 当然 后绝就是我们要做的正确事情 让我们大家都相信 因为知道和信仰 洗合圣灵的福音 我们能解决罪孽的一切问题 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 53-55节中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 不喝人子的血 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 吃我肉 喝我血的人就有冗生 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我的肉真是可吃的 我的血真是可喝的 这里 我们必是吃走的肉 喝他的血 意思是说 我们必是拥有这样的信仰 耶稣已经借他接受约翰的洗礼 斩驾了天下所有的罪孽 这意味着如果我们不知道 耶稣洗礼的真理 那么我们就不能把罪孽 斩驾到他身上 因此我们的罪孽也不得赦 如果我们在商店里欠账 那么我们在完全父亲战当之前 都是再无忍 同样 如果我们说耶稣来到世上 没有接受人力代表约翰的洗礼 那么我们也不能说 我们的罪孽已经得到饶恕了 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五节 十一章十一字十三节 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原因是在这之前 他已经首先借 接受约翰的洗礼 斩驾了人力的罪孽 因此 主被钉在十字架 流尽宝血 并因此替我们担当了定罪 从罪恶中拯救了我们 当我们表白信仰耶稣时 必是相信他已经借洗礼 把我们所有的罪孽 都斩驾到他身上了 圣经明确地讲述信徒的赦罪 可以总结成主要两点 第一 他告诉我们耶稣借受洗 担当了斩驾到他身上的 天下所有罪恶 诗篇三十二章第一节说 得赦免其过 遮盖其罪 这人是有福的 守罪包含的意思是 斩驾罪孽和担当罪孽 因此彼得前书第三章三十一节说 这谁所表明的洗礼 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 也拯救你们 这洗礼本不在乎 除掉肉体的污秽 只求在神面前有无亏的良心 耶稣借接受约翰的洗礼 也老容易地担当了天下每个人的罪孽 第二 圣经告诉我们说 耶稣已经图谋了我们的罪孽 以赛亚书四十三章二十五节说 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图谋你的过犯 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 涂抹在这里的意思是 头上颜色或者像粉墓一样催掉 这意味着父神借洗礼 把天下的罪孽斩驾到他儿子身上 从而清洗了这些罪孽 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会说 我犯了那么多的罪 没有希望了 但他们也能靠聆听水和圣灵福音的道 从他们所有的罪孽中得救 魔鬼对我们说 你不是犯了各种各样的罪吗 但即使我们听到这些话 如果我们信仰耶稣的洗礼和十字架上的血 那么我们也能全部从这一切的罪孽中得救 当我们有了这种信仰 魔鬼就会害怕逃走 我们确信主已经借着耶稣的洗礼和血 饶受了我们的罪孽 当我们相信耶稣以借他的洗礼和十字架上的血 饶受了我们所有的罪恶 那么他美妙的和平工作 就会来到我们的生活里 这使基督教的中心信仰 设罪的信仰 领受设罪的结果 从我们的罪孽和死亡的恐惧中得救 当百姓不信死和圣灵的福音时 他们会被神抛弃 因此受到灾难和烦恼的折磨 无法回避可怕的死亡 所以人力竭尽所能 要从罪孽和死亡中得救 有时他们求助于被腐朽的自我创造出来的 所谓宗教礼节 既是坚持悔改 禁欲和冥想 但终究一无所获 但对于我们这些信仰耶稣 作为我们救世主的人来说 他的洗礼和血 不但饶恕了我们在天下的罪孽 而且他们还恢复了我们至今与神 已经破裂的关系 因而从罪孽和死亡的恐制中 拯救了我们 每个信仰祟和圣灵福音的人 已经死忠如意地这样表白了 借他的洗礼和血 主已经饶恕了像我们一样的人的所有罪孽 我们有了信仰 心里就不再负重和不安 因相信耶稣的洗礼和血 而罪孽得赦的信徒 就喜悦赦罪的恩典 这样的欢乐是他们在这个世界上 从未经历过的 看看我们自己吧 我们曾经是罪人 但现在信仰耶稣的洗礼 及其在十字架上的血 主已经清洗了我们的污秽 饶受我们所有的罪孽 并因此赐予我们真和平 主任他的宝血支付了公价 收回了我们的身体 我们满怀激动地信仰他 说 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 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 诗篇116章12节 对身体复活的信仰 不管是谁 每个人都讨厌艰难困苦 厌恶疾病 哀伤 衰老 恐至最终逼近他们的死亡 这是因为苦难 疾病和死亡 本不该降临人类 然而他们却自为 罪的公价 溶陷出来 从根本上讲 人类因为自己负的罪 已经被剥夺了 溶恒的幸福 正因如此 百姓才溶无止境地 寻找他们失赤的溶身 却因完全无能 又不能实现 看起来犹如天上的月亮 罪中只能屈服死亡 所以 全人类就从自身以外 寻求拯救 我真苦啊 谁能救我 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罗马书第七章二十四节 这大声疾呼的答案 就在使徒信经的最后一部分 即表白对身体复活 和容身的信仰 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六节说 人肉传的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这么说 身体复活和容身的问题 要比其他任何的政治 经济 教育 体育 外交 军事 或现代化等问题 重要得多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事情 都是有生自年的 世俗问题 持世时间 不顾百年 当一个人 辞别这个世界 他们就不成问题了 因此 复活和容身 是我们生命里 最大的问题 在我们思考 这个问题之前 让我们先谈一会儿 死亡的问题 那些寻找死亡问题 最终答案的人 是凝聚的 因为不知生命的最终方向 没有谁能找到 通向真正生命的道路 死人不能动 死人既不能听 也不能看 对于他们来说 他们的知识 智慧 荣誉 财富 能力 以及其他万事 已经不再有意义了 也就是说 这些事情对他们 已经无关紧要 如果虎藏 他们的身体 就能化成灰烬 如果被埋 也会在地下腐烂 死是每个人 面临的最恐怖的事 但这死亡的恐怖 在耶稣赐于我们的 拯救能力里消失了 这真理就在 死和圣灵的福音里 耶稣在路加福音 第八章五十二节中说 不要哭 他不是死了 是死着了 然后复活了 牙漏的女儿 耶稣认为 被拣选者的死 即信徒的死 是暂时在身体上 和神分离 可是 他宣布他们能靠信仰 死和圣灵的福音 再生 耶稣在马太福音 第十章二十八节前半段 还说 那杀身体 不能杀灵魂的 不要怕他们 告诉我们 人类的灵魂 不服不朽 所以 耶稣去世后 把自己的灵魂 托付给父 我们的圣灯前辈 过世时 也多是这样做的 石头行战 第七章五十九节 我们用什么样的身体 重生呢 生命是冗恒的 自宇宙创造以来 生命从未停止过 而是深深不息 生命既没有体积 也没有重量 但它只有强大的力量 树的根须 能冲铺盘石 长成参天大树 其生命 从土壤中汲取水分 长出树叶 结出果子 因为生命 本身就是力量 虽然死亡是强大的 看起来无可匹敌 但比死亡更强大的是生命 信徒在信仰耶稣的洗礼和血 作为他们 从罪孽中拯救时 已经在心里 领受了耶稣的圣灵 因此 彼得前书第一章 二十三节说 你们蒙了重生 不是由日能坏的种子 乃是由日不能坏的种子 是借着神活铺 长层的道 时候到来时 这生命的种子 肯定会执行复活的工作 因此 罗马书第八章 十一节说 然而 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着的灵 若住在你们心里 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 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 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 那么 什么是复活身体的本性呢 圣经在好几个地方说到过 但最明确和详细的地方 在哥林都前书十五章四十二 至四十四节 死人复活也是这样 所中的是必朽坏的 复活的是不朽坏的 所中的是羞耻的 复活的是荣耀的 所中的是软弱的 复活的是强壮的 所中的是血气的身体 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 若有血气的身体 也必有灵性的身体 因此 复活身体的本质 根本不同于世俗的身体 因为它就像耶稣自己的身体 因此 菲利比书第三章二十一节告诉我们 基督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 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完全正确 基督教所说的拯救 不仅指我们的灵魂 也指我们的身体 现在让我们更详细的研究一下 这个事实 我们的身体会被斩变成 不腐不朽的身体 我们世俗的身体的本性 容易腐朽 正如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四节所说 因为凡有血气的 尽都如草 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 草必干枯 花必凋谢 哥林都后书第四章十六节还说 外体虽然毁坏 真言三十一章三十节说 艳丽是施甲的 美容是施福的 不管我们现在的身体 多么年轻美丽 它们终究要腐烂 但被复活的身体 将被斩变成不腐不朽的身体 就像耶稣复活我们的身体 能吃饭一样 我们也能吃东西 有些人或时会问 既然我们复活的身体要吃饭 我们要不要应对浪费的问题呢 但事实上不存在浪费 因为我们复活的身体已经更新 整个宇宙里的万事万物都已经更新 因此没有任何东西会腐烂 因此在不朽的天堂里 我们将以复活的身体生活 享受食物 大没有腐烂 没有恶臭 也没有污染 简短地说 那是一个完全清洁的世界 我们的身体将被斩化成强壮的身体 人类常说 不管抑郵症多么严重 也绝不容上医院 药店和殡仪馆 这种说法直率地表达了人类的完全软弱无能 我们或使自己无法察觉的细菌 招致的疾病 意外事故的伤害 但复活的身体是不能毁灭的 既不得病也不受伤害 更不会死亡 就像三位圣人 沙德拉 米沙 亚布尼哥 被扔到比平常温度还要高七倍的火摇力 焚烧七天 而不受伤害一样 大以理书第三章 十九自二十六节 我们复活的身体也绝对强壮 同样 渗透在天上的生命也不得病 不受伤害 不会死亡 因为他们生活在充满健康 欢乐和幸福的天堂里 我们的身体将被展化成属灵的身体 这不是说我们身体要被展变成精灵 而是说会像我们的思想一样被释放出来 在这个世界上使 我们的身体反应迟钝 有诸多的不便 但复活的身体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的局限 它会被释放出来 因为复活的耶稣出现在他的门头面前使 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上的限制 能掺透关闭的大门 突然间显身和消失 这就是属灵的身体 那么谁是得福的人呢 他们就是在水和圣灵福音里信仰耶稣为他们救世主的人 因此约翰福音11章25-26节说 耶稣对他说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凡活着信我的人 必永远不死 你信这话吗 约翰福音20章29节还说 耶稣对他说 你应看见了我才信 那没有看见就信了 就有福了 死亡是悲惨和恐怖的事情 但如果我们相信耶稣洗礼和血的守罪 那么我们大家也能从我们罪念中得救 从死亡和恐怖中得救 我们就能生活在希望里 直接或间接地传播这福音 对容身的信仰 我们宣布信仰容身 是信仰使徒信经的最后表白 同时也是我们最崇高和最伟大的希望 有些人说这个世界如此悲惨 他们死得越早越好 但这种说法仅仅是发牢骚 并不是他真实的思想 大多数人不想死 尽管这个世界确实充满烦恼 他们还是想尝授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全道书第三章十一节告诉我们 神又将容身安置在世人心里 每个人都有时日 为满足这种时日 就必时准备各种各样的食物 人们也不希望孤身独居 而是本性渴望配偶 所以就有了男人和女人 同样百姓本能寻求冗生 是因为死后还有冗生 虽然百姓信仰他们灵魂的不符不朽 只有少数人相信肉体的不符不朽 但随着苛舌的发展 我们已经发现物质的不密定力 也就是说 虽然物质会改变它的形式 但物质本身不会改变 例如水在室温下为液态 但相当温度下降时 它就会凝固成冰 如果加热 它又会蒸发成为气体 但这并不意味着水本身已经消失 而只是形式上发生了改变 同样 当我们的身体死亡时 如果焚烧就会变成灰 如果埋入地下就会腐烂 但这仅仅是化石的变化 换句话说 死后我们的身体不会完全消失 而只是在形式上发生改变 它们分解出来的元素 依然是完整无缺的 特别的 对于基督徒的肉体和精神来说 它们的灵魂随着死亡 完全被圣化 升天 同时它们的身体没有感觉 只等到主回来的那一天 当主返回时 死人复活 复活着被改变形象 然后它们的灵魂和身体结合 在父的国里冗生 因此 耶稣在约翰福音11章25-26节中说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凡活着信我的人 必永远不死 你信这句话吗 所以 人类的容身 绝不是一场梦 而是真真实实的 那些因信耶稣而无罪的人 将真正容身 神死有爱心和公义的神 因此 祂赐福恩慈的人 惩罚邪恶的人 但在我们这个世界上 对善人的报答 和对恶人的惩罚 并不合情合理 为什么呢 因为人类不仅仅只在这个世界上生存 死了就不复存在 而是还要在未来的世界上冗生 所以 神的仆人耶利米问道 耶和华 我与你争辩的时候 你显为义 但有一件 我还要与你争论 恶人的道路为何亨通呢 大行诡诈的为何得安逸呢 耶利米书十二章第一节 然后耶利米根治他的提问答道 求你将他们拉出来 好像将宰的羊 叫他们等候撒路的日子 换句话说 他相信死后的审判 回答了他自己的问题 正如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十六节中所说 这些人要往荣行里去 那些义人要往荣生里去 人类不仅仅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而且还要在死后荣生 这个观点不会有错 灵魂接受荣生是什么意思呢 这意味着荣远和神生活在一起 只有父、子和圣灵的唯一活神有荣生 而且将荣远有荣生 因此荣生的争议是分享神的生命 那就对了 神、一切福气的根源和我们同在 这才是使上天成了我们的天堂 这个地方只有那些靠信仰耶稣赐予的洗礼和学 已经领受社税的人才能生活 因此 启斯路二十一章三字四节说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上出来说 看啊 神的帐幕在人间 祂要与人捅住 他们要做祂的子民 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 做他们的神 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哀伤、哭嚎、疼痛 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那就对了 如果说离开神而有荣生的话 那只能使地狱里有荣染的折磨 没有比神和我们荣在的福气更大了 让我们唱一下圣歌吧 耶稣啊 也想到您 我的心里就充满了欢乐 但更大的欢乐适合您见面 还有在您面前休息 它意味着荣生的幸福生活 现在基督已经恢复了我们 因祖先亚当的故促 遵属立约 不吃生命树上的果子 而丧失的冗生 并且已经把这冗生赐予我们 约翰在启示录22章 一子二节中见证 天时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 一道生命水的河 明亮如水晶 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 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 结十二样果子 每月都结果子 树上的叶子乃为一智万民 生活在海滨 我就生活在海滨 我生活在至日之水流经的地方 生活在海滨 我就生活在海滨 我生活在至日之水流经的地方 它意味着无罪的容身 因为宗教腐败 致使基督徒受到败偶像者的迫害 和无神乱者的压迫 因为政治腐败 致使强权暴君 恶意诽谤和重伤陷害 因为道德腐败导致无尽的隐晦 欺诈偷盗 抢劫暴力和生杀 肆虐猖狂 这个世界依然不太平 但天堂内的容身 已经消灭了所有这些罪恶 只充满和平与公义 因此彼得后书第三章十三节说 但我们照他的应时 盼望新天新地 有意知在其中 因为神不但消灭这个世界的罪恶 而且还能消灭我们的腐朽 我们将在和平的天上 生活在幸福的容身里 在那里罪恶不能纠权我们 只有那些重生与死和圣灵的人 才能享受这样的容身 语言难以形容天堂的美丽和荣耀 圣经只能象征性地为我们描述 启斯路二十一章第二节 把天堂描述成 心腹装饰整齐 等候丈夫 十一节告诉我们 那是神的荣耀 他成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 好像碧玉 名如水晶 十八节告诉我们 墙是碧玉造的 成是晶晶的 如同明镜的玻璃 二十一节说 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 每门是一颗珍珠 城内的街道是晶晶 好像透明的玻璃 新娘的装饰品 宝石 橙金和珠宝 所有这些都用世上最美好的东西来说明 因为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描写天堂的美好 让我们假设你的一个熟人登上了有名的高山 当你问到他的体验时 他或是会说 我简直不知怎么形容他的美丽 他太奇妙了 无法让语言表达 语言不能表达也走高山 又怎么能说明天堂里冗恒的荣耀呢 他指在智力上完全有能力和神交往 正如哥林都前书十三章十二节说 我们柔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 模糊不清 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 我柔今所知道的有限 到那时就全知道 如同走之道我一样 我们会认识和很好交往那些在地球上生活时认识的人 也会认识和交往那些生活在我们之前和之后的人 甚至不用向他们做介绍 这个事实在马太福音十七章七子八节得到了见证 彼得在耶稣转行时见到摩西和以利亚后说 主啊 我们在这里真好 你若愿意 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 也做为你 也做为摩西 也做为以利亚 马太福音十七章第四节 这意味着彼得能立即认出摩西和以利亚 两人生活的时间比彼得早一千五百多年和八百多年 你们的父母 丈夫 妻子 弟兄 儿子和女儿当中 是不是有人信神并阻在我们前面到神那里去报道了呢 当这个时候到来时 我们又会欢乐地重建他们 因为那时我们之间没有分离 信徒不会朝僧暮死 然后又消失 那些靠信仰耶稣而获得容身的人 在灵魂和身体上都能得救 他们将永远和主生活在一起 我们表白对使头信经的信仰是极大的赐福 生活在我们之前的圣头已经信仰和表白过了 为什么呢? 因为只有那些确信和表白使头信经 作为他们的信仰 并胜从这个信仰 说阿们的人才能容身在美丽的天国里 总之 耶稣说到了认识和信仰的事 使他们结合在一起 他曾经说过一些非常难懂和深奥的道 你必须吃我的肉 喝我的血 只有那时你才能领受冗生 这道有多重要呢? 他小于我们 我们的灵魂和基督生命之间的关系 就像肉体是要吃喝一样 这道还告诉我们要信仰这个事实 耶稣借他接受约翰的洗礼 把天下所有的罪孽都斩驾到他自己身上了 他还告诉我们要相信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亡 三天后从死亡中复活 神的应食是礼物 这礼物靠我们自己的工作或悔改不能得到 因此 我们必须信仰基督的道 圣从他和忠诚他 圣从他才有生命的道 因为我们了解冗生 我们必须登上这条狭路 我们必须遵循神的旨意 无论多么孤独 我们必须走在那条狭路上 甚至不惜为此牺牲一切 这就是那些获得冗生的人的方法 如果我们心甘情愿死去能得到冗生 正如今上所说 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 在这个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 就要保守生命到冗生 约翰福音12章25节 开端目固此时 就现在 冗生的开端不是在我们死后 而在现在 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 今天当我们和基督生活在一起 就表明冗生的开端 一种战胜死亡 战胜罪恶和忠诚基督的生活 这本身就是冗生 我们将生活在冗生里 我们将永远活着 圣经里阐述的生命之水 就在水和圣灵的福音里 那些信仰着水和圣灵福音的人 也信仰容生 哈利路亚 我赞美主 你也必是信仰这个 借水和血而来的主 圣灵责备有罪的人 他叫全人类知道 他们处在罪恶下 因为他们是亚当和夏娃的后代 他们是邪恶的人类 因为每天的犯罪 无法逃避死亡 但如果百姓信仰耶稣的洗礼和血 圣灵也保证他们能得救 此外 圣灵还见证神的义 他审判罪人 子责和惩罚那些不信耶稣 已经实现为人类设罪这福音的人 既那些不信耶稣洗礼和血 则为他们设罪的人 圣灵的工作 在那些已经重生的人身上 圣灵使圣灵保持他们的圣洁 他教导和领导神的圣头和仆人 他安慰和帮助他们 在我们的生活里 悲哀和痛苦 无宠无尽地向我们袭来 圣灵来到我们这些受伤害的人 来帮助和安慰我们 不仅如此 他还帮助我们克服软弱 并增强我们的力量 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说 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 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 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 替我们祷告 同样圣灵在圣头的心里工作 对于使头和我们来说 我们都有一种一性和一喜 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五节 哈利路亚 我永远赞美主赐予我们使头的信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